第六十四章 鱼缸 还要抬球桌 你是说来的人是永杰总策划 秦明 是的 林可尔点头 他手里还有对方留下的名片 当下就拿出来 递给了沈红林 沈红林看着名片眉头一皱 颇有些惋惜的叹了口气 唉 早知道我也去了 听到沈红林的话 林可尔嘴角抽了抽 他知道沈红林为什么这么想去 因为当年跟狗策划兑现时 沈红林也是主力之一 甚至有时候还会让他来帮忙 那噼里啪啦敲键盘的样子 全然不符现实里高冷的总裁风度 您就不怕对方认出您来 林可尔见沈红林一副跃跃欲试 想要将对方叫回来的样子 只好提醒了一下 呃 好像也是 一句话让沈红林瞬间冷静了下来 也不再纠结这件事 而是询问林可尔 关于萧尘广告词的事 你把萧尘说的那些广告词 再给我说一遍吧 好的 别让这座城市等林可尔说完后 沈红林陷入了沉思 这些广告词确实经典 说实话 就连沈红林都不知道 萧尘对广告这方面这么了解 他原定的计划 是让林可尔全权来辅助萧尘 把萧尘引上自己已经铺好的路 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就算萧尘什么也不干 也能有所成就 然而没想到 对方给了他这么大一个惊喜 竟然全凭自己一己之力 就谈下了跟永杰的合作 让这个新部门 直接来了个开门红 虽然也让沈红林准备的后手 全都失去了作用 但他觉得 这是好事 既然萧尘自己能行 那他要做的 就是全力支持他 帮助他走得更远 这才是一个闲内住该做的事情 念已至此 沈红林便让林可尔 继续回去看着 他自己择拟了一份通知 告诉公司各部门 在各个方面上 给予萧尘最大力度的支持 发完通知后 沈红林夺步走到大落地窗前 背着手 看着底下道路两旁金黄的树叶 喃喃道 已经深秋了吗 想到刚才林可尔聊起萧尘时 对方眼中的一丝丝崇拜 沈红林露出一丝浅笑 能得到他这个秘书的承认 看来萧尘远比他想象的优秀 相公啊相公 你到底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呢 花开两朵 各表一支 在萧尘的带领下 整个广告部门开始步入正轨 只需要等待剩下的人陆续到港后 就可以正式启动合作计划 而林可尔也跟萧尘说了 办公室剩下的设施 明天的时候都会到位 到时候 十三层也重新有了一个办公场所的样子 十三层的休息区域 萧尘坐在沙发上 对面则坐着林可尔 所以 你这么正式叫我来 是要干什么 林可尔看着萧尘认真的脸色 不知为何竟有些紧张 萧尘表情严肃地将一张清单 缓缓推给了对方 这些 不知道你能不能搞到 什么东西啊 林可尔伸手接过 拿起一看后 脸都差点气绿了 你这么严肃 就是为了跟我申请这些东西 他指着清单上的东西 差点就当场破防 抬球桌 鱼缸 你是要把办公室当成家里吗 林可尔呆毛背起 显得有些激动 明明刚把合作谈下来 萧尘就让自己 去准备这些娱乐设施 真的是一点点紧迫感都没有 安拉安拉 萧尘摆摆手 往沙发上一靠 整个人散发出慵懒的气息 他示意林可尔稍安勿躁 这可是沈总说的 这里的装修我来管 你只需要帮我准备 这些东西就好了 不行 放鱼缸还好 算是室内水井 那你放的抬球桌也太过分了吧 林可尔距离抗争 说什么也不同意加个抬球桌 这不就是玩物丧志吗 这不是玩物丧志 这叫劳逸结合 我可不向我的员工一休息 就窝在那里玩手机 万万没想到 萧尘最后还是说服了林可尔 实在不行的话 我就去找沈总 他应该会支持我的 萧尘将沈红林搬了出来 这一下林可尔没话说了 只是瞪着他看 以沈红林对萧尘的纵容程度 就算对方把办公室装成电竞房 也不会管吧 无奈 林可尔只好接过萧尔的清单 然后去准备东西 去吧去吧 自己动哦 萧尘对着林可尔的背影挥了挥手 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必须得让这丫头忙起来才行 省得她把自己的黑料 全系在本子上 什么都要系 真是闲得慌 打发走了林可尔 萧尘又无所事事起来 接下来该干点什么呢 她交给了林可尔 应该没什么问题 工作上的事情 也得等下周人全部到齐 才能正式开始 要不刷会短视频 萧尘看了眼 正专心工作的其他人 刚要准备拿出手机刷视频 结果一条消息 就先跳了出来 儿子 你明天忙不 我跟你爸准备 明天出去放放风 一起啊 去哪啊 枫叶公园 这不就是自己一直想去的地方吗 萧尘妈撒了一下下巴 直接就答应了下来 没问题 我这边正好有调休 那明天中午见吧 回复完后 她就将手机重新揣进兜里 然后起身 往外面走去 萧尘可以想象到 接下来一段时间 自己将会很忙 所以 趁着现在有空 多陪陪父母也好 于是她就上楼 想要找沈红林申请调休 沈总 我想申请调休 明天下午 来到总裁办公室 沈红林正坐在沙发上喝茶 于是 萧尘便直接说明了来意 好啊 沈红林也没问为什么 直接同意了萧尘 正好她明天下午 也要出去一趟 谢谢沈总 得到同意后 萧尘便禁止离开了 沈红林则继续品着茶 咦 可儿怎么还没回来 快到下班点时 沈红林也没见林可儿回来 一般下班点的时候 对方都会来跟自己汇报才对 等不到她 沈红林就只好给她发了条消息过去 可儿 明天下午去公园 你可要多穿点 天气冷了 得注意保暖 我就先回去了 第六十五章 那一席红装 第二天上午 萧尘将部门的人召集了过来 我下午有点事 需要出去一趟 萧哥你去吧 对 其他的交给我们 林然然拍拍胸脯 示意放着她来 自从昨天听完萧尘的那些想法之后 林然然就灵感迸发 已经开始着手 设计那些表情 想要好好在萧尘面前表现一把 行 暂时先不用太忙 等下周有你们忙的 萧尘点了点头 昨天突击准备的东西 已经让萧尘明白了 这些人的能力 可以说 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 只要自己给下去任务 对方基本都是 不用自己多操心 就能完成 所以 萧尘也对他们很放心 当下又叮嘱了一番后 便开着车回了家 苏小小和萧红 早已等候多时 来来来 天冷了 把这身穿上 苏小小将厚一些的卫衣拿了出来 给萧尘套了上去 一家人就这么出发了 嘎嘎狗 由于是工作日 所以路上的车很少 一路开到郊外的枫叶公园 行人都是零零散散的 将车停好后 苏小小便挽着孩子他爸和萧尘 溜溜达达地走了进去 哇哦 刚进门 就宛如进入了一个红色的世界 赤红的枫叶遍地都是 还有不少的枫叶飘散下来 唯美的景色 让苏小小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萧红和萧尘也对视一眼 眼中均是惊艳 红风似火照山中 寒冷秋风席树从 昼夜顺时别之趣 来年满岭又风红 这番美景 属实称的上一句 人间难得 哗啦哗啦 漫步在红风扑旧的夜路上 一脚下去 满是秋天的气息 呜呼 苏小小捏着两片形状完美的枫叶 将他们各自 别到了萧尘和萧红的鬓角 别动别动 然后他拿出手机 拍了张照片 看着照片笑得很是开心 萧尘和萧红倒也任由他玩闹 毕竟自家老妈 老婆 他们不惯谁惯呢 倒是很久没见过这美景了 萧红看着前方 笨笨跳跳的苏小小 有些感慨地说道 萧尘认同地点点头 他看着这漫山遍野的红风 不禁想到了游戏中的那片风铃 虽然不像游戏中那般完美 却剩在真实 萧尘捏起一片红风 妈撒上面的生命脉络 感受着指尖传来细腻的触感 在抬头眺望时 眼里闪过一丝稀迹 景色虽美 却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要是小红娘 再就好了 要是相公 再就好了 公园的东门大道上 一身红妆的沈红灵 正挽着林可 漫步在林英小道中 他看着眼前的火红 心不在焉地想着某人 如此良辰美景 不与亲共度 属实有些遗憾 奈何自己答应了林可 今天陪他来公园 不然他都想拉着萧尘来的 哇哇哇 红灵你快看 那边那一片都好红啊 还有这棵树 长得好奇怪啊 一旁的林可 叽叽喳喳地叫着 将沈红灵的思绪拉了回来 他站在那里 看着可儿抱起一堆红风 然后抛向空中 配上萝莉的外表 真跟个小学生似的 不禁让沈红灵无嘴倾笑了起来 人要珍惜当下 这次就当彩点了 下次再跟相公一起来吧 来日方长 沈红灵走过去 拍了拍林可儿的头 好了 再闹衣服就脏了 全是露水 林可儿调皮地朝他吐了吐舌头 知道了 再等我一下下 随后林可儿抱腿蹲了下来 在地上挑了一枚完整的枫叶拿起 夹在了自己的记事本中 他就喜欢收集这些大自然的痕迹 等在抬头时 沈红灵已经独自往前走着 林可儿连忙收起笔记本 然后追了上去 哎 红灵等等我 两人并肩往前走着 一个活泼 一个文静 而且都是颜值很高 平常见不到的那种美女 在这独特的枫叶公园中 形容了一道独有的风景线 嘻嘻 什么味道这么香呢 走到一半 林可儿忽然抬起头 耸了耸鼻子 像极了发现美食的小松鼠 啊 我知道了 辨别了一会儿后 林可儿头顶的呆毛利器 像是接收到了什么信号一样 瞬间朝前方看去 眼睛亮闪闪的 是红薯的味道 红薯 可实用 口味极甜 刚出炉的时候 拿在手里有些烫手 但也是味道极佳的时候 在这渐冷的深秋 能吃上一口 简直人间美味 快 红灵 咱们去前面 我发现红薯了啊 林可儿着急的想拉着沈红灵往前走 吃货的本性暴露无遗 沈红灵无奈地点了点她光洁的脑门 你个小吃货 你去吧 我在前面等你 好嘞 林可儿屁颠屁颠地往前跑去 沈红灵则慢悠悠地走着 等她来到十字路口的时候 路边果然有个小推车 推车上正矗立着一个火炉 火炉边早已挤满了人 沈红灵依稀能从中 看到林可儿的身影 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挤进去的 沈红灵服了 这难道就是吃货的力量 她走到一棵树下 然后静静地等待着对方凯旋 另一边 萧尘一个人溜溜达达地往这边走来 父母才是真爱 我果然是意外 她叹了口气 刚才苏小小嫌萧尘走得太慢 所以把她丢下 自己跟孩子她爸先行往山上去了 没办法 萧尘只好手插兜 晃悠悠地掉在后面 偶尔还会拍两张照片 打算回去以后给小红娘发过去 嗯 这个角度不错 她发现两棵枫树的树枝 在半空中竟然形成了一个星形 当下便兴致勃勃地掏出手机 拍了张照片 可以 很美 拍完后 萧尘满意地点了点头 接着又四处找类似的景点 忽然 她的眼神定格在了一个背影上 那是一道红色的背影 哪怕这漫天的红风 都遮挡不住那人的艳丽 北方有家人 绝事独立 此刻萧尘的注意 全然被这道身影所吸引 她往前走了两步 离对方更近了一些 小红娘 第66章 要鱼缸养鲨鱼吗 萧尘试探性地喊了一声 没办法 这个背影 简直跟狐妖小红娘一模一样 一样的红装 神似的身材 让本就想着小红娘的萧尘 不自觉地喊出了声 然而 对方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头 萧尘有些失望地停下了脚步 看来在她身上 是不会发生这妖巧的事情的 她摇了摇头 将心中的袭击挥散 然后扭头往山上走去 对小红娘的感情 还是留在网上吧 就在这时 一道温柔的声音 在萧尘身后响起 萧尘 嗯 萧尘纹身回首 便看到在红风飘零处 立张倾城的熔岩 正巧秋风袭来 吹起了那人并角的秀法 在这火红世界中 那一抹紧尖的雪白 美得动人心魄 红灵 萧尘有些诧异地看着沈红灵 她没想到 这个背影神似小红娘的人 竟然是沈红灵 难怪看着这么眼熟 沈红灵此时也很意外 刚才她在发呆 所以在萧尘喊小红娘的时候 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等她回过神 转头看去时 就看到了一道挺拔的身影 像是自己心心念念的人儿 于是 沈红灵就试探性地喊了一句 没想到 对方真的是萧尘 一时间 惊喜和感动的情绪 在沈红灵眼底闪耀着 惊喜萧尘的出现 感动命运的垂青 好巧啊 你也来观光园 萧尘挠了挠头 走到沈红灵身边 表情有些不自然 她没想到 调休出来偷个懒 都能碰到沈红灵 是啊 好巧啊 沈红灵却满心欢喜地 嫣然一笑 让整片公园 都仿佛注入了一股生命力 变得鲜活起来 也让萧尘的心跳 加快了些许 一袭红妆 一身白衣 在命运的推动下 再一次纠缠不清 宛如那年那天 在虚拟世界的出狱 一个人 萧尘轻问 沈红灵顿了顿 然后嗡了一声 那一起走走吧 好 她发起邀请 她选择接受 于是 两人便肩并肩 往山上走去 一股旋风 卷着些许枫叶 绕着他们转了一圈 然后悠悠然飞上高空 话说萧尘 你说的事情 原来就是逛公园啊 呃 我这不是有条修吗 主要是我父母要来 所以我就跟着来了 嗯 叔叔阿姨也来了吗 沈红灵前后看了看 却没发现 那两道恩爱的身影 萧尘有些无奈地 瘫了瘫手 解释道 没办法 我妈嫌我走得慢 就先走了 说在山上等我 啊 阿姨嫌你慢 沈红灵呆了呆 表情有些可爱 她没想到 萧尘被丢下 原因是 嫌她慢 随后 沈红灵就无嘴偷笑起来 嗯 慢点好 慢点好 男人快了可不行 她还想跟萧尘多待一会呢 听到沈红灵的话 萧尘不禁侧头看了她一眼 总觉得对方在开车 但自己却没有证据 只好开口问道 那红灵你呢 不是说这段时间会很忙吗 怎么有空来公园了 语气有些业余 仿佛抓住了 这位女强人的把柄 再忙 也得停下来歇歇吧 而且不是你说的 要劳一结合吗 沈红灵美好气地白了她一眼 那一眼的风情万种 正好被萧尘看在眼里 麻在心里 这特么谁受得了 萧尘连忙转移话题 那小丫头 跟你说 我要装修办公室的事了 何止是说了 还跟我好一通诉苦 想起今天早晨 林肯拉着自己吐槽 沈红灵就无奈的一副鹅 买台球桌 连桥粉都不送一箱 还有鱼缸 也不说送一条鲨鱼什么的 咖啡机还不保修十年 沈红灵掰着玉纸 一件一件跟萧尘说着 让萧尘听得是嘴角直抽 连忙打断了她 红灵你先等等 台球桌这个就算了 买鱼缸 为什么要送鲨鱼啊 我又不是要养鲨鱼 嗯 你买那么大的缸 难道不是要养鲨鱼吗 沈红灵一歪头 奇怪地问道 可儿告诉她 萧尘要的鱼缸很大 一看就是要养鲨鱼 难道是可儿猜错了 废话 我在办公室养鲨鱼 我疯了吗 我 我只是想搞个 小型水族生态圈也 说着 萧尘就拿出手机 将别人做的生态圈 给沈红灵看 沈红灵好奇地捧着手机 看了一会才恍然大悟 哦原来是这种啊 真好看 像一个水底森林一样 看完后 沈红灵将手机还给了萧尘 原本有些温热的手机 变得有些冰凉 让萧尘不免看了一眼 沈红灵的手 她还是低估了 沈红灵手冷的程度 不过还好 她订的暖手宝 应该快到了 萧尘有一个大学朋友 家里专门做这个的 所以私人定制款 马上就能给沈红灵安排上 将这件事放在心底 萧尘继续吐槽 林可儿的种种行为 我听你说 这丫头 不会跑去尸体店买了吧 直接在网上订购 多省事啊 沈红灵却摇摇头 你别看 可儿外表大大咧咧的 其实她做起事来非常认真 像这种买东西的活 她都是亲自去现场看 必须做到质量上的保证 这样在可儿看来 才算完成任务 也是这份认真和负责 让林可儿深得沈红灵的信任 萧尘听后 也不免跟着点点头 她虽然不是这种 凡事都亲力亲为的人 但不妨碍 她对这类人的佩服 毕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活法 林可儿 只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方式而已 不过这么一来 萧尘倒也不好再继续吐槽 她看了一眼沈红灵 问道 那这次这丫头 怎么没跟过来啊 一般情况下 林可儿都是沈红灵的小跟屁虫 沈红灵去呢 林可儿就在哪 但这次萧尘却没听到 对方唧唧喳喳的声音 这种出来逛公园的趣事 那个活泼的丫头 应该不会错过才对 第67章 我那么大个沈总不见了 啊嗯 可儿啊 沈红灵不自然地撩了撩刘海 她还在给你 置办办公室的那些东西 所以这次我就自己来了 原来如此 那倒是辛苦她了 萧尘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决定回去以后 对这董事的功压到好点 这要是累坏了 那就太可惜了 两人一边聊一边走 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半山腰处 而山脚处 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林可儿 却猛逼了 她举着两个大号的红鼠 站在路口左顾右盼 啊嘞 我那么大个沈总吗 刚才还在这的啊 难道走丢了 焦急的样子 像急了跟家长走失的孩子 于是 就有好心人过来问她 是不是找不到父母了 这可把林可儿憋得脸都红了 但人家一番好意 她又不好发作 只能摇摇头 说自己是在等人 结果林可儿在原地等了半天 也不见沈红林出现 眼间红鼠都要凉了 她只好咬了一口自己的那个 啊呜 好刺 浓浓的甜味 瞬间包裹住了林可儿 让她的眼神迷离了一瞬 旋即她又想到沈红林不见了 立马恢复了焦急的状态 林可儿啊林可儿 沈总都不见了你 还有心思吃红薯 吃货吧你 叮铃 忽然林可儿的手机响了一下 关心则乱的她 这才记起 还有手机这个东西 笨死你算了 抱怨了自己一句后 林可儿赶紧手忙脚乱地拿出了手机 果然是沈红林发来的 可儿 我刚才碰到了相公 所以跟他一起上山了 你先自己逛一会哦 林可儿看完后 直接当机在了原地 原来走丢的人 是他自己 这一刻 火红的世界中 多了一抹惨白的灰色 那是林可儿支离破碎的影子 叮铃 沈红林又发来一条消息 对了 你三个月的零食 已经在路上了 三个月的零食 星号星号 一句话 顿时让林可儿 重新恢复了活力 那 那就勉强原谅你了 哼 林可儿收起手机 看了眼手里的两个红薯 心里还是有些芥蒂 于是就愤愤地 咬了一口 原本是沈红林的那个红薯 让你不带我一个 这个就当利息了 塞 塞 山腰处 沈红林看着林可儿的回复 脸上闪过一丝笑意 吃货还得吃得至 他算是把林可儿拿捏得死死的 坐在他旁边的萧尘 看了他一眼 问道 什么是这么开心啊 没什么 就是觉得 这里好美啊 沈红林将手手揣在肚子前 看向远方感叹 此时 两人正坐在半山腰处的一棵枫树下 欣赏着下面一片红色海洋 停车坐爱风林晚 双叶红于二月花 看着眼前的美景 萧尘仿佛也能体会到 古人那肆意的诗情 要不是水平不够 不然 他都想迎试一手了 萨萨 两人没有在说话 而是静静体会着 大自然的美好 一阵风吹过 将沈红林的长发吹起 露出了精致但微红的耳垂 萧尘一愣 才反应过来 应该是被动的 上了山后 能很明显地感觉到 温度下降了许多 这要是动感冒了 可就不好了 于是 萧尘犹豫了一下后 从身上掏出了一条 淡灰色的围巾 这是苏小小给萧尘准备的 结果萧尘觉得没必要 就没有围上 而是揣在了怀里 是不是有点冷了 把这个围上吧 他将围巾递给了沈红林 沈红林有些愣愣地 接过围巾 感受着上面暖暖的温度 倒也没问萧尘 是从哪掏出来的 谢谢 道了一声谢后 他便将围巾 裹在了自己的脖梗处 虽然颜色跟他的红装不搭 但沈红林心里却格外温暖 没事 萧尘见对方没有拒绝 也是微微一笑 那我们继续上山吧 嗯 两人重新启程 并肩往山上走去 只不过这一次 沈红林悄悄地往萧尘靠近了一些 这样就像情侣了呢 见萧尘没有发现自己的小动作 沈红林心里偷偷一笑 将自己的脸埋在围巾里 感受着深与心的温暖 上山的途中 风景愈发迷人 林间时不时还有小松鼠 从中忽然窜过 惹得沈红林娇笑连连 等他们两个来到山顶处的凉亭时 就正好碰到了 在这里等待的萧红夫妇 咦 红林你怎么来了 看到萧尘不是一个人 苏小小原来说儿子走太慢的话 也憋了回去 他一脸好奇地看着沈红林问道 你是专门来找萧尘的吗 叔叔阿姨好 我跟萧尘是路上碰到的 然后就一起上来了 沈红林乖巧地打了声招呼后 解释了一下 只是偶遇而已 哦原来是巧合呀 苏小小看着沈红林围着的围巾 语气有些奇怪 这可是他亲自给儿子知道 现在却到了沈红林身上 所以这里面什么成分 他不用猜都能知道 巧合 哪有那么多巧合 萧红在一旁 也是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 二老的目光 让沈红林的脸淡红了又红 萧尘这时候站了出来 给沈红林解围 真的是偶遇 红林他是一个人来的 我碰上了 就邀请他一起上来了 嗨 我懂我懂 苏小小摆摆手 一副过来人的样子 朝萧尘挤了几枚 这让萧尘一阵无奈 却也没有再解释 而是拉着沈红林 往梁亭另一边走去 走吧 我们去那边 不要在这当电灯泡了 哎 这合适吗 沈红林眨眨眼 萧红和苏小小 很明显在等萧尘 结果一上来就要分开 这不合适吧 苏小小明白 年轻人脸皮薄 于是也没点破 他朝沈红林挥了挥手 脸色和蔼地叮嘱了一声 去吧去吧 小心点 好吧 那叔叔阿姨待会见 没办法 沈红林只能被萧尘拉着 往一边走去 封山虽然不算太高的山 但在这块地段 也算独一份高了 所以 两人坐在亭边 放眼望去 竟是连绵不绝的红色 会当林绝顶 一览众山小 此时此刻 两人内心都变得极为平静 沈红林趁萧尘沉醉在美景当中 又往他那边挪了一丢丢 第六十八章 无情镇压 你干嘛 不过这次 沈红林的小动作 却被萧尘发现了 他奇怪地看向沈红林 才发现 两人之间的距离 有些太过近了些 我 我有些冷 靠近一些会暖和一点 慌乱之中 沈红林眨着大眼睛 看向萧尘 企图蒙混过关 你不会介意吧 他脚尖点着地 不安地问道 萧尘当然不介意 他只是怕别人误会而已 尤其是 暗戳戳看着这边的那两位 但天气确实有些冷 再加上人家一个女孩子 都不介意 那萧尘也不好多说什么了 既然对方觉得 这样暖和一些 那就这么待着吧 他重新抬起头看风景 没有动身 没事 我不介意 嘻嘻 见萧尘不反感 沈红林笑了笑 安心地往萧尘那边 又凑了些许 这一下 两人的外套便靠在了一起 而围在沈红林脖子上的围巾 也让萧尘感受到了一丝暖意 萧尘还是没有动 他现在也无暇再去观看美景 满脑子都是刚才沈红林卖萌的样子 绿洲总裁 卖萌 萧尘怀疑自己刚才看到的是错觉 堂堂绿洲集团的总裁 怎么可能对自己卖萌呢 绝对是因为山太高 缺氧导致的幻觉 他摇了摇头 将心中的想法挥去 然后又忍不住看了沈红林一眼 对方正垫着脚 揣着手 围巾露出来一双桃花眼 正笑眯眯地看着远方 光看他左右摇晃的身躯 就知道此人心情极好 不然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 嘶 萧尘忍不住吸了一口凉气 沈红林这副姿态 让他莫名想到了小红娘 因为以他对小红娘的性格了解 天冷的时候 他在户外难免就是这样一副姿态 一时间萧尘也不敢多想 身体绷直 开始神游天外 在他们身后 苏小小戳戳了戳萧红的肚子 老公 你看他们俩 像不像咱们年轻的时候 嘖嘖 都快抱一起了 萧红认同地点点头 你看那围巾 红林那姑娘 恨不得跟萧尘一起戴 这臭小子 还说跟沈红林 只是朋友关系 哎 年轻人脸皮薄 不好意思说出来也能理解 苏小小将自己的手 重新放进萧红兜里 与众心肠地说道 你还别说 我真觉得 红林这丫头 个儿子般配 不管是外表 还是性格上 只是儿子不想承认罢了 嘿嘿 孩子他爸 你说 咱要不要想想办法 给他们的助攻 让红林直接把儿子 拿下算了 省得咱们多操心 苏小小眼睛一转 鬼点子突突往出帽 萧红见状 直接伸出大手 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你呀 还是多想想 晚上回去吃啥 至于他们年轻人的事 他看了一眼 坐在一起的沈红林和萧尘 还是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 在这种事上 父母能做的 只有建议 而不是尝试着去操控 不然很容易让子女反感 嗯 好吗 听你的仨 苏小小被大手无情镇压 脑子里顿时空空如也 只好抱着萧红的胳膊 继续看着 前面还没走到一起的那一对 以及 那漫山遍野的红色 深秋气候 夜晚来的 难免更快一些 没等萧尘和沈红林多 欣赏欣赏 天色便逐渐暗了下来 远处即将下山的落日 余晖将整座风山照的惊鸿 室外的温度 也开始急剧下降 萧尘看了眼 沈红林被冻红的鼻子 便建议道 走吧 该下山了 再待下去 他怕沈红林 真的要感冒了 啊 这么快吗 沈红林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已经这么晚了吗 可他还没跟萧尘待够呢 是啊 再不下山待会 就要看不见了 此时 苏小小和萧红也走了过来 于是 沈红林也不好再多待 一行人便慢悠悠下了山 等到山脚出的时候 沈红林便依依不舍地 跟萧尘道别 我车停在东门 那我就先走了 萧尘 嗯 去吧 路上小心点 拜拜 叔叔阿姨改日再见 哎路上慢点哦 苏小小笑眯眯地跟他道别 这可是 他看好的儿媳妇 以后得多来往才行 跟沈红林道别后 萧尘一家往北门走去 路上 苏小小念叨着 让萧尘多关心一下沈红林 哪怕作为朋友的角度考虑也行 多挑朋友多挑路吗 最后被念叨得有点烦 萧尘只好把自己 给沈红林买暖手保的事情 说了出来 苏小小这才满意地搓了搓手 他还以为自己儿子 不知道关心人呢 没想到是自己格局小了 对了 你是怎么知道 红林手冷的 另一边 回到停车处的沈红林 掏出车钥匙 然后就看到了 林可儿在副驾驶睡得正香 车里很暖和 所以沈红林 倒也不担心林可儿会感冒 反倒是对方怀里 抱着几串糖葫芦 让他有些哭笑不得 这小吃货 睡觉都不忘抱着吃的 看了眼林可儿熟睡的小脸 沈红林还是有些内疚的 毕竟 自己算是不辞而别 对林可儿难免会有些不公平 当下就温柔地推了推林可儿 可儿 醒醒 咱们该回家了 嗯 沈总你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呢 林可儿见沈红林回来了 张开手臂就要抱抱 糖葫芦咕噜咕噜滚 滚到了他的腿上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傻丫头 沈红林抱了抱林可儿 然后宠溺地刮了下他的小鼻子 走吧 今晚去我家 沈总亲自给你做饭 为了弥补林可儿 沈红林决定今晚亲自下厨 区区三个月的零食可不够 哇 沈总万岁 一时间 林可儿感动的泪水 差点从嘴角流出来 他也不打算追究刚才的事了 被抛弃什么的 哪有好吃的重要 第69章 跨行业入职 你是说 红林他拓展了广告业务 并且还让萧辰当了部门负责人 是的沈总 电话里 沈灵沉默了一会 才继续说道 行 我知道了 辛苦 挂断电话后 沈灵沉思良久 女儿忽然建立个新部门 还是个广告部 但公司并不缺广告宣传 并且体系已经很完善了 建立个新的 很明显多此一举 那么唯一的解释 那就是因为某个人 萧辰是吗 沈灵又念了一遍这个名字 看来红林对这个萧辰很是满意啊 这才多久 竟然开始为对方铺路了 此时 老沈头还没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在他看来 这只是 女儿的又一次人才投资而已 倒是萧辰的能力 让沈灵产生了一些兴趣 老脸 麻烦帮我跑一趟 去总公司 把一个叫萧辰的员工资料拿回来 他倒想看看 这个二度出现在自己耳边的人 究竟有多优秀 值得女儿如此下功夫栽培 好的沈总 第二天 沈灵坐在书房 面前摆着的是萧辰的各种资料 入职 员工 以及业绩报表 他看完资料后 脸上露出了饶有兴趣的笑容 有趣 这小子太有趣了 沈灵原本以为 萧辰的简历会极为华丽 不然也不会通过面试 要知道他们集团的门槛 可是很高的 但没想到 萧辰的简历却异常简洁 而且资料显示 他以前从来没当过销售 第一次就给了他们绿洲集团 而萧辰之所以会入职 是因为在面试的时候 征服了面试官 也就是销售一部的行经理 所以对方将他破格录取 最有趣的地方来了 萧辰刚刚入职仅半个月 就已经熟练掌握了所有的话术 并且凭借着出色的外表和能力 直接拿下了一笔价值不菲的单子 从此以后就跟开挂了一样 连拿几个月的销罐 跨行业入职 竟然还能这么优秀 沈灵看着资料上 萧辰的免官照 很帅 笑容也很干净 如此有能力的人 沈灵表示 他已经很久没遇到过了 不仅如此 老李还告诉他 萧辰虽然很优秀 但性格却极为佛系 属于那种转购一单 就想各种办法偷懒的人 是因为有能力 沈灵手指点了点桌子 难难道 身为绿洲集团的前董事长 他的眼光向来毒辣 萧辰绝对是个难得的人才 硬要形容的话 那就是学霸和学神之间的区别 一个考一百分 是因为他只能考一百分 而另一个考一百分 是因为满分只有一百分 而萧辰很显然属于后者 沈灵虽然没亲眼见过萧辰 却能从照片上 对方的眼睛中可以看出 对方很自信 是那种超脱常人的自信 仿佛发生什么事 他都能淡然面对一样 红林这次算捡到的宝了 沈灵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将萧辰的资料合上 也不打算去多干涉 沈红林的判断 沈红林是他亲手培养起来的 对这个女儿 沈灵还是很有信心的 对方想做 那就让他放手去做吧 反正天塌下来 也有他这个老父亲顶着 上次西城区商业街收购的事 就是他在背后 帮沈红林压下来的 否则公司的那帮老骨头 恐怕没那么容易稀释宁人 老李 备车 先去林家走一趟 然后再帮我定一下 明晚飞首都的机票 沈灵没再多想 而是吩咐秘书准备准备 最近上头貌似 要对电竞行业开刀了 通知各行业巨头 去首都开会 所以他需要提前去布局一番 拉几个战友才行 希望是好事吧 绿洲集团总公司 十三层 萧辰此时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引起了 老董市长的关注 他正站在办公室的鱼缸前 上下打量着 哇 萧哥 你钉这么大的鱼缸 是要养鲨鱼吗 林然然在他旁边发出惊呼 去去去 你们怎么都说我要养鲨鱼 我这是要弄个生态圈 你懂吗 萧辰无语地敲了一下 林然然的头 见对方还赖在这里不走 直接赶人 我看你挺闲啊 你 跟永杰那边沟通完了 嘿嘿 他们那边还在准备 更新用的服务器 所以暂时用不到咱 林然然厚着脸皮一笑 还想继续跟着萧辰 萧辰直接推着他回到了工位 既然如此 那你就先设计一下广告标语吧 不许偷懒啊 下班前 我要看到一款 让我满意的设计 好嘞 您就瞧好吧 萧辰亲自下的命令 让林然然干劲十足 直接就忙了起来 其他人也是各忙各的 准备着下周的接洽工作 这时 林肯拿着清单走了过来 萧总 你要的东西 已经全部到位了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都到了吗 这么快 萧辰有些诧异 他刚来就被大鱼缸给吸引 还没注意其他的东西 在看办公室 发现除了鱼缸外 他的要抬球桌也已经就位 摆放在办公室的正中央 将东西两片办公区域给隔开 而原本休息区的沙发 也按萧辰的要求 摆放到了抬球桌的周围 成为了新的休息区域 这样 员工就能一边打抬球 一边休息了 至于咖啡机等东西 也已经摆放到位 整个办公室里 已经有了萧辰想要的 那么一丝思味道 哇 意外的能干啊丫头 萧辰满意地拍了拍林可儿的肩膀 前天刚提的要求 今天就已经全部到位 这工作效率 不愧是能当沈红林匿数的人 看来萧总很满意了 满意 相当满意 萧辰的夸奖 让林可儿小脑袋 忍不住向后扬了扬 也没有其他表示 那没其他事的话 我就先去跟沈总汇报了 嗯 去吧去吧 萧辰看着林可儿离开的背影 暗自一乐 嘿 这丫头还挺傲娇 他摇摇头 继续观察着鱼缸 水草是肯定要的 黑金沙也得多来点 要不要添点螺丝呢 晚上饿了 在办公室还可以做螺丝粉 第七十章 请起来了 萧哥 中午去餐厅吃啊 听说今天师傅做了锅包肉 中午的时候 林冉冉等人过来邀请萧辰 好啊 走走走 今天萧公子买单 呜呼 那我今天可得多吃点 多吃的 从下个月公子里扣啊 卧槽无情 萧辰一行人簇拥着往门口走去 然后就被拦了下来 萧辰 沈总想邀请你共进午餐 林可儿抱着文件夹 乃凶乃凶地挡住了萧辰 啊 萧辰有些为难地摊了摊手 可我已经答应大家伙 一起去餐厅了 哎呀 没事 萧哥你快去吧 我们不在意的 林冉冉给其他人使了个眼色 大家就一起劝起了萧辰 没办法 萧辰只好硬了下来 行 那咱们下次再一起去吧 我先上去一趟 说完 他就跟着林可儿上了楼 望着两人离去的背影 林冉冉双手还胸 宛如侦探附体一般地点点头 看来 萧哥跟沈总有故事啊 这副破案了的姿态 难免让人以为他知道些什么 有人就问他怎么看出来的 林冉冉白了对方一眼 我怎么知道 那你说个等啊 老阿姨就别中二了好吗 众人切了一声 嘿你个老白 皮痒了是不是 站住 别跑 一行人打闹着 往餐厅走去 而萧辰也跟着林可儿 来到了总裁办公室 推开熟悉的玻璃门后 沈红林已经坐在茶几处等候 萧辰看了一眼 今天依旧是最美的总裁 来了 嗯 来了 办公室里没有外人 所以萧辰也没见外点 坐在了沈红林对面 而林可儿 则坐在了沈红林的身旁 桌子上摆放着几个便当盒 看起来很是精致 那咱们就先吃饭吧 沈红林带着几分期待 将便当盒一次打开 顿时 办公室里就充斥着浓郁的香味 让忙了一上午的萧辰 味蕾大开 来尝尝我的手艺吧 沈红林将一份饭 推给了萧辰 这 这都是你做的 萧辰有些吃惊 他知道沈红林的厨艺不差 上次在他家 他已经见识过了 但没想到会这么好 这些菜看起来 就让人充满食欲 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 当然 这可是沈总 专门为你准备的呢 见萧辰很惊讶 林可儿立马就 于有容颜地说道 嗨嗨 那些都不重要 萧辰你快尝尝 味道怎么样吧 沈红林摆摆手 满怀期待地看着萧辰 吃了你做的两次 所以总得让你试试 我的手艺吧 他晚了晚并脚 心里还有些小紧张 这 萧辰心情复杂地 看了沈红林一眼 他是万万没想到 这位总裁竟然亲自下厨 给他做饭吃 这种亲密度 已经脱离 普通的朋友关系了吧 但看着沈红林 那张酷似小红娘的容貌 萧辰拒绝的话 也说不出口 只好拿起筷子 以美式鉴赏家的心态 尝了一口 嗯 这肉肥而不腻 打个九十分吧 这一趟倒是不错 就是胡萝卜烟的时间有些长 萧辰认真地评价着 让对面林可脑门的锦耗子 突突地网出帽 这也太嚣张了吧 明明是沈总专心做的食物 萧辰竟然还敢挑三拣四的 有本事也做一份 让我来尝尝啊 最后 林可实在听不下去了 只好看向沈红林 希望对方能发发标 质疑至萧辰 别让萧辰太得意忘形了 结果出现在他眼前的 是沈红林虚心求教的样子 萧辰说一句 他就跟着点点头 然后用心记了下来 乍一看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萧辰真的是沈红林的老师 两人正在用心讨论着 关于厨艺方面的问题 师父教得认真 徒弟也都听了进去 但林可何曾见过沈红林这副模样 顿时有些欲哭无泪 你还我那个雷厉风行的沈总啊 混蛋 林可心中呐喊着 却极有眼力见的没有出声打扰 因为他看得出来 此时的沈红林是幸福的 所以林可看了看萧辰 又看了看沈红后 就敲咪咪溜了出去 再待下去 他都感觉自己多余 而沉浸在互动当中的两人 都没发现就剩他俩了 你尝尝这个 是不是有点老了 萧辰让沈红林尝尝肉 于是沈红林就加了一块瓶了瓶 发现确实有些老 是有点老了 那该怎么办呢 这是因为你做的时候 肉没受热均匀 你可以下锅之前 网肉的表面抹一层油 这样做出来的肉 不仅表皮酥脆 还能保证肉质 嗯嗯 就这样 专心的两人边吃边学 一顿饭的功夫 让沈红林受益匪浅 但他总觉得有点奇怪 自己明明是邀请萧辰来吃饭 以此来增进两人关系的 怎么就给交上了呢 虽然有点瑕疵 但总体来说 还是很不错的 萧辰打了个宝格 为这次的午餐 做了个结尾 看着对方满足的神色 沈红林倒也不再多想 反而顺势邀请道 下次要不去我那里教我做吧 做什么 切合适吗 切不合适 萧辰摸了摸鼻子 没敢揭查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沈红林 越来越大胆了 而且最近的行为 也很不符合他的人设 对此 萧辰只能将其归结于 对方亲起来了 女人嘛 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 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好不好 这样 我进步得会更快一些 下次就能做更好吃的给你了 沈红林却不打算 就这么放过萧辰 继续追问道 呃 再说再说 萧辰摆摆手 起身收拾了一下 然后准备溜溜球 再待下去 气氛就有点不对劲了要 见萧辰没同意 沈红林虽然有些失望 却没有显露出来 他叫住了萧辰 然后从包里拿出了那条围巾 等等 我有件东西要给你 那还你 昨天谢谢了 嗯 没事没事 萧辰接过围巾 上面还残留着一股淡淡的幽香 沁人心脾 第71章 光腿神器 对了 我有件东西要送你 萧辰将围巾放好 然后掏出了一个暖手宝 他刚才都差点把这茶给忘了 这是 暖手宝 专门给你定制的 我试了一下 还挺好用 萧辰拿到暖手宝的时候 确实试了一下 温度刚刚好 外观配色 是萧辰下意识选的非红色 也不知道沈红林会不会喜欢 好暖啊 沈红林将其接了过来 顿时手上就暖轰轰的 也没有问萧辰为什么会知道 他手冷这种低情伤的问题 而是开心地捧着暖手宝 满脸欢喜地向萧辰道谢 没事 你喜欢就好 萧辰见沈红林爱不释手的样子 顿时觉得自己没有白费功夫 当下心情也好了起来 最近温度会骤降 你可得注意保暖啊 他瞥了一眼 沈红林心患上的光腿神气 家后的尺寸 依旧遮不住那优美的线条 所以 萧辰有理由怀疑 他的保暖程度 没事可暖和了呢 沈红林注意到萧辰的视线 当即就抬起脚尖晃了晃 真的 你要不要试试啊 不了不了 你心里有数就行 奶白的颜色 晃得萧辰眼韵 他连忙告辞 离开的背影甚是狼狈 这样的沈红林 他属世有些招架不住 相公他 还真是细心呢 等萧辰走后 沈红林感受着暖哄哄的手 神色变得极为温柔 他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 有人注意到他熟了 就连林肯都不知道 萧辰猜得没错 沈红林熟冷 确实是因为体质原因 不管外部温度多高 他的手依旧冰冷 冬天的时候 还会伴随着刺痛 他自己在私下里 也看过很多中医 但都说没法跟除 只能依托于外部升温工具 沈红林嫌麻烦 索性就没再去管 区区疼痛而已 忍一忍就过去了 然而 就是在沈红林 没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 萧辰不仅细心地发现了 还专门为他定制了一个暖手宝 而且很巧合的是 颜色还是他最喜欢的非红色 我得多幸运 才能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了你呢 沈红林摸着暖手宝外表上 沈红林专属的刺绣 眼前有些朦胧 这一刻 他不但手是暖的 心 也比任何时候都要温暖 丁 正当沈红林感动着的时候 他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是独属于萧辰的特别关心提示音 轻狂书生 红娘在吗 要开始干活了 原来是萧辰那边刚回去 就接到了秦明的电话 通知他 虚拟房间已经建好了 随时可以进行广告动作的捕捉 这是永结官方 专门为这次广告宣传所做的准备 在房间里 玩家可以操控自己的游戏角色 做出很多程序员内设的动作 而光学引擎 就会捕捉到这些动作 从而导出视频AI 最后进行合成 就能得到完整的宣传视频 可以说是结合了最新的虚拟科技 大大缩短了智能AI形成的过程 并且 由于代言人选择的是萧辰 私自登陆玩家账号 可是犯法的事情 所以就需要萧辰自己操作账号角色 登入房间 只不过 在最新达成的协议中 萧辰要求将小红娘带上 所以 程序员又给狐妖小红娘 也添加了登入权限 现在就需要他们两人一起进入房间 才能正式开启互动 于是 萧辰就直接给小红娘发去了消息 邀请对方一起上号玩工作 狐妖小红娘正在登录印 回复了萧辰后 沈红林揣着暖手宝 连饭盒都没来得及收拾 直接就做到了电脑前 点开了桌面上 名叫机密的文件夹 双击一把带云的键的图标后 一个登录界面就弹了出来 WOWI session 沈红林两秒输入密码 并且登录 随后就是一段进入游戏的过场CG 趁着这段时间 沈红林又拿起手机 迅速给林可尔发去了一条消息 可尔 启动暂时状态 另一边 还在给盆栽浇花的林可尔 收到消息后 直接扔下了水壶 然后就哒哒哒地一路小跑 来到了总裁办公室门前的空位上 横刀立马地坐在了那里 有人想要进去见沈红林 都被他给直接拦住了 不好意思 总裁正在进行一场很重要的线上会议 任何人不能进去打扰 那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我这边有急事要找沈总 有什么事你 直接跟我说就好 我会记录下来的 至于什么时候会结束 等沈总出来就代表结束了 那好吧 听着屋外的谈话 沈红林心中默默给林可尔点了个赞 这种关键时刻 他这个好秘书 就从来没让他失望过 可尔蒙大奶 事成之后 你余生的零食我包了 至于林可尔 为什么会挡住其他人 是因为沈红林交代过 只要他一发暗号 林可尔就需要守在办公室门前 帮他挡住一切访客 而沈红林自己 则在办公室里 开始线上操作 不然要是被别人知道 堂堂绿洲集团总裁 竟然在办公室里玩游戏 这传出去 不得让同层看笑话 呼 现在应该没事了吧 确认安全后 沈红林才给萧辰发去消息 狐妖小红娘 相公 我准备好了 轻狂书生 好 我拉你过来 十三层 被众人好奇围住的萧辰 用官方给他的权限 将狐妖小红娘给拉了过来 顿时 沈红林的屏幕上 就出现了正在传送的字样 等了大概有几秒钟 屏幕上的画面直接切换 一袭白衣的轻狂书生 就出现在了沈红林的屏幕上 轻狂书生 拥抱 然后萧辰操控着角色 直接用刚解锁的动作 抱了抱小红娘的角色 轻狂书生 怎么样 好玩吧 狐妖小红娘 笨呐 好玩还有吗 在萧辰的身后 林冉冉等人 互相看了看 好像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 第七十二章 玩的 就是一个西海岸 小哥 没想到你捏的脸 真是你自己 销售部的小王忍不住说道 实在是屏幕里的人 跟屏幕外的人 属实有些相像 萧辰就仿佛从游戏里 穿越出来的一样 这种虚拟现实的交错感 让众人感到一阵的不真实 萧辰头也没回地说道 这玩游戏吧 玩的就是一个西海岸 不捏我自己 难道还捏其他人吗 众人一听 觉得还有点道理 那萧哥你当初捏的时候 花了多久啊 对啊 我听说 这种捏脸很费时间 网上都有带脸捏脸的 挺赚钱的 萧哥你不会就是小代吧 我嫌得带脸这个 肯定是我自己捏的呀 去去去 忙你们的去 我这边要跟永杰那边连线了 别在这处招了 萧辰挥挥手 将众人驱散 而他自己 则开始跟小红娘开始沟通 轻狂书生 这些是官方发给我的剧本 你看看 拍广告 当然不能乱拍一气 自然需要按照拟定好的路线走 这样后期的成本 也会少一些 永杰官方 为了突出这次版本更新后 游戏更大的自由度 所以 量身为萧辰 打造了一套动作 只需要在房间里 按着顺序做动作就行 当然 现在多了个小红娘 就需要他们两个人来配合 狐妖小红娘 像跟我看完了 就这样吗 轻狂书生 是的 咱们先来测试一下 狐妖小红娘 好 这是首次测试 所以肯定有很多bug 需要修复 萧辰跟小红娘 便一边测试 一边帮忙测试bug 部门里其他的人 刚开始还觉得新鲜 会趁着路过 来偷看两眼 但新鲜进过去之后 就没再看了 反倒是林然然闲来无视 一直待在萧辰身后 他搬了个椅子 眼睛都不眨地 盯着萧辰的屏幕 作为永杰发烧友 对于这种类似内侧的东西 他还是很好奇的 萧哥 看来永杰挺重视这次合作 还专门弄了个地图呢 林然然看着风景一人的地图 有些羡慕地说道 也不算专门弄的吧 其实这个内容 就是下个版本会更新到的东西 我们算是提前测试一下 萧辰想了想 还是告诉了林然然 这不算什么商业机密 只要对方别外传就行 原来真是内测呀 林然然眼睛一亮 有些兴奋地问道 那萧哥 我可不可以操作一下呢 他看着那些新奇的动作和表情 手痒得很 也想体验体验 上班时间还想玩游戏 下个月工资不想要了 萧辰瞥了他一眼 没有同意 嘶 林然然瞪大眼睛 指着电脑 那你这不在玩吗 我这叫工作 你操作就是玩 明白不 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呗 没错 萧辰理所当然地点点头 得 我还是干活去吧我 林然然无语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起身回自己工位了 只留下萧辰美滋滋地跟小红娘 在游戏里各种互动 而楼上的总裁办公室里 沈红林也笑眯眯地敲着键盘 时不时地 还会发出一阵银般的笑声 嘻嘻 这个表情真可爱 让坐在门口的林可儿 听得心就跟猫脑一样 坐在椅子上的两条小短腿 不安分地前后晃荡着 可恶啊 人家也好想看看是什么东西 但现在 他还处在战时状态 所以只好嘟着嘴 继续守在门口 打算等其他人下班了之后再进去 哎呀 怎么时间过得这么慢呢 一个小时之后 那可儿姐 我就先回去了 嗯 明天见 林可儿笑着 跟销兽小姐姐摆了摆手 然后黑羞一声 从椅子上跳下 应该没人了吧 他点起脚尖 环顾了一下四周 发现所有部门的灯 已经全部按了下来 于是 林可儿便迫不及待地 敲了敲身后的门 登登登 沈总 人已经走光了 安全的 嗯 那你进来吧 里面传来沈红林的声音 好嘞 林可儿推门入 映入眼帘的 便是沈红林满是笑意的翘脸 乳白色的灯光下 显得格外精致和迷人 甚至连一丝瑕疵都看不到 直接就让林可儿看呆了 哇 沈总 好羡慕你的皮肤啊 羡慕的只有皮肤吗 沈红林故意伸了个懒腰 腰间的阴影在灯光照耀下 很是巨大 明天不帮你堵门了 希希 好了好了 快过来帮我看看吧 沈红林黑黑一笑 没有再调戏林可儿 示意她先过来 哼 人家只是在发育而已 林可儿瞥了一眼沈红林胸前 不服气地嘟囔了几句 然后才走到了对方身后 什么是啊 她看向屏幕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哇 这是新的动作吗 屏幕上 沈红林的角色正被萧尘抱着 而林可儿作为沈红林偶尔的 勇结带打 对这个游戏还是挺熟悉的 所以现在沈红林跟萧尘的动作 是以前没有的 嗯啊 你看看 还有什么改进的意见吗 沈红林点点头 让萧尘抱着自己转了两圈 被抱着 能不能做动作呢 林可儿摸了摸下巴 觉得光抱着差点意思 就提议来点互动 嗯 这个应该可以有 沈红林就反馈了一番 官方的人将意见都记录了下来 直到晚上七点多 沈红林跟林可儿 仍然兴致勃勃地测试着 而萧尘还不知道 小红娘那边多了个人 她跟家里说了一声后 就继续陪着小红娘 最近一段时间有些忙 都没有好好陪小红娘 正好可以趁这次工作 好好玩一番 九点的时候 萧尘才跟小红娘说了一声 时间不早了 我先回家 等我回去再玩吧 好的呢 说完 萧尘便起身离开了公司 确认萧尘走后 沈红林也带着林可儿 匆匆赶回了家 可儿 我饿了 先拿你零食顶下哈 因因因因 第七十三章 吃货的默契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萧尘都沉迷测试不可自拔 而绿洲集团总裁的会议 也一直持续着 这让不少人以为 公司要有大动作 不然什么会议 能让沈总开这么长时间 可惜 他们想破脑袋也想不到 自家总裁只是在玩游戏而已 狐妖小红娘 相公 那今天就先这样了 轻狂书生 嗯 辛苦辛苦 萧尘伸了个懒腰 好好活动了一下肩膀 这还是他第一次玩游戏玩累了 接下来应该会轻松一些吧 经过这几天的测试 永结官方那边 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数据 接下来只需要等待就好了 而部门的其他人 此事也已经全部就位 各个部门开始按部就班地运作着 该设计设计 该策划策划 林然然等人也忙了起来 测试阶段算是告一段落 该进行下一步工作了 对了 萧哥 前台有你的快递 我给你取回来了 嗯 谢谢 萧尘抱着箱子来到休息区域 打开后 发现是自己网购的鱼缸材料 嘿嘿 巧了吗 这不是 萧尘黑然一笑 抱着材料就来到了鱼缸处 他这边刚忙完 材料就到了 正好可以开始装饰鱼缸 我看他哈 先铺沙子 这个水草种这脸 萧尘按着自己的计划 将鱼缸一步步捣食了起来 忙碌的身影 让办公室新来的人一阵侧目 这就是咱的新上司 好帅啊 不知道有没有女朋友 你可以去问问 看样子 他性格挺好的 话说萧总在干什么 那么大的鱼缸 是要养鲨鱼吗 那我可不知道 我只知道 那个台球桌太渴了 老刘 中午来两大 众人低声议论着 对萧尘这个天降的上司 很是好奇 不过能让总裁亲自下令 把他们从分公司调过来 应该很有本事吧 众人的议论声萧尘 也听得到 不过他没急着介绍自己 准备等啥时候 有空了开个会 到时候 有的是时间互相了解 我要找到你 不管南北东西 他弄着鱼缸 唱着歌 然后林肯就来了 这 这是你弄的 他好奇地打量着鱼缸 原本空洞的内部 已经填满了花花草草 一股生机 在鱼缸内油然而生 好看吧 等放了水 开了灯更好看 那水呢 等你去打呢 哼 这时候需要本姑娘了 等我 这就去 林肯傲娇的一扭头 然后往水房走去 啊 奇怪 这次怎么这么积极了 他原本就是开个玩笑而已 以之前林肯的性子 估计是不会去的 然后自己就能顺势 将其打发走 但没想到 这次林肯 竟然直接就去了 难道是吃多了 萧尘挠了挠头 没有在想 而是拿出手机 联系起了鱼店的老板 喂 于老板吗 我萧尘 上次我跟你订的那些小鱼小虾 麻烦你给我送过来吧 对 绿洲集团大厦A洞 门口报我名就好 我到时候自己下去去去 好嘞 麻烦你了 打完电话后 萧尘就看见了 正黑羞黑羞 踢着铜水过来的林肯 对方的脸上 写满了兴奋 这种看着生态圈 建起来的成就感 让他很是兴奋 之前林肯 查过这种生态圈 是什么样子的 但还没见过 像萧尘准备的这个 这么大的鱼缸 来弄生态圈的 所以他很期待 有小鱼小虾在里面游动 水来了水来了 好 辛苦 萧尘见林肯这么听话 也没了逗他的兴致 直接拎过水桶 就将水倒了进去 来来回回几趟之后 鱼缸里的水也 终于达到了水限 接下来就等他慢慢调温就好了 鱼缸里有加热装置 会自动调温 萧尘拍了拍手 满意地绕着鱼缸转了一圈 加入水之后 原本的水生植物就好像瞬间活了过来 绿色的生命之力充斥在鱼缸中 水草和藻类飘乎乎地摇摆着 看起来很是有趣 原来是这样的吗 林肯也瞪大了眼睛 观察着鱼缸 他没想到 倒入水之后竟然会这么好看 就跟开了美颜似的 而且萧尘准备的鱼缸 运行起来没有一点声音 专门做了静音处理 所以看着他 就像看着一幅画一样 部门的其他人 也忍不住向这边投来了目光 那是什么 好好看 应该是草缸吧 但这么大的草缸 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由于不清楚萧尘的性格 众人也只敢偷偷看一眼 不过 这也让他们对萧尘的好奇心 更重了一些 这个新上司 貌似还挺有趣的 待会鱼就到了 到时候才是最美的时候 萧尘没有在意其他人的目光 也没有去制止他们偷看 而是等待着鱼的到来 空闲了 还跟林肯唠唠嗑 沈总最近忙什么呢 萧尘问 最近忙着线上跟小红娘合作 他这几天都没上楼见沈红林 也不知道暖手保好不好用 林肯盯着水族箱 看得津津有味 听萧尘问到沈红林 他才收回目光 沈总他最近 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所以很忙 哦 萧尘理解的点点头 没有再问 当大boss的 总会有这些事 忙也是应该的 还好他不一样 等忙完这段时间 剩下的 就不需要他操心了 只需要做个幕后黑手 出出主意就行 佛系 咸鱼的明天 在等待着我 又做了一会后 于老板就带着鱼来到公司 萧尘亲自下楼 将鱼取了上来 有小鱼 小虾等生物圈内 必备的水生物 咦 这一袋是啥 林肯指着另一个黑袋子问道 螺丝 是能吃的那个螺丝吗 那岂不是备用口粮 该说不说 林肯作为一名血统纯正的吃货 还是很合格的 竟然跟萧尘最初的想法一样 都是将螺丝 当成了备用口粮 不过萧尘可不会承认 他摇了摇头 螺丝粉那么 有味道 谁会在办公室吃啊 我只是为了保持生物多样性而已 就在这时 一道清冷的女生 从萧尘背后传来 什么东西有味啊 第74章 催枯拉朽的东风快递 那时就是咱们集团的总裁吧 看起来好美 是啊 比那些见光死的明星 漂亮多了 那可不 魔独商界第一美人 跟你开玩笑呢 那总裁下来干什么 是来找萧总的吗 看样子应该是了 沈红林的出现 又一次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就连几个认真工作的组长 都忍不住看了过来 没办法 沈红林在其他人面前 还是需要保持着总裁的人设 那股强势的气场 刚一进门就让办公室的气氛 开始紧张起来 一下就冲散了萧尘 刻意营造的温馨氛围 所有人都不自觉地挺直了腰背 见状 萧尘也没有说什么 也是时候 让这帮老师分心的家伙 好好工作了 看来以后 得请沈总多下来做做了 他不适合那种强势的人设 所以想请沈红林 来唱这个黑脸 毕竟对方气势浑然天成 就算不说话 都给人一种压迫感 每天来萧尘这里溜达溜达 也算帮他提高工作效率了 沈总 会议结束了 萧尘看了一眼沈红林 以及对方随身揣着的暖手宝 嗯 所以下来看看 听说你生态圈建起来了 沈红林点点头 夺步走到了鱼缸面前 这都是你弄的 被鱼缸隔着 其他人也看不到沈红林的表情 所以他略微放松了一些温度 今天刚弄好 还需要养一段时间的水 等温度上来了 就能放鱼了 哦 那这一带是什么 罗狮 听到这个名字 沈红林恍然大悟 原来你们刚才在聊螺丝粉啊 也难怪 毕竟有林可在 万般不离其吃 他扭头敲了敲林可的头 办公室可不信这种有味道的食窝 林可嘟着嘴硬了一声 他只是当成备用口粮而已 又没说现在就要吃 沈红林叮嘱完林可后 又围着鱼缸转了两圈 发现就算没有鱼 这个小型水生态都美到不行 不仅是闪烁着绿色荧光的藻类 还是舞动的水草 都美得像童话故事一样 而且更重要的 还数里面各种物件的摆放 左右陈列 很是讲究 看起来就让人赏心悦目 一般没这方面经验的人 肯定做不到这样 所以沈红林就好奇地问萧尘 你连这个都会吗 他没听萧尘说过会弄这玩意 而且上次去萧尘家里 沈红林也没见类似的东西 嗯 这不是有手就行 萧尘反问 这倒不是他在凡尔赛 而是在强大记忆力的作用下 这种东西确实是他看过一遍之后 自己规划出来的 好吧 沈红林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觉得 萧尘还有很多东西没告诉他 准备以后好好挖掘挖掘 看完了鱼缸 沈红林就跟萧尘来到了会议室 你这边的事还顺利吗 需要我帮忙不 沈红林明知顾问地问了一句 萧尘摇摇头 得益于你上次的全部门通告 所有部门都很配合 没啥大问题 嗯 那就好 有事的话 你随时告诉我 或者跟坎说就行 好嘞 多谢沈总 不用 我还得多谢你的暖手宝呢 真的很暖和 沈红林拖着没离过手的暖手宝 朝萧尘温柔一笑 嗨 这都是做下属的应该做的 笑容杀伤力太大 萧尘抵抗不能 只好赶紧移开了目光 摆摆手说道 当然 朋友更是如此 那朋友之间 是不是应该互相关心呢 见萧尘不敢看自己 沈红林顿时就来了兴致 你现在关心了我 那我总得还回去吧 他拖着腮 妩媚地朝萧尘眨了眨眼 这还是他第一次 露出这种表情 而且还是很自然地表露了出来 结果就是 萧尘直接看待 这一瞬间 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袭上他的心头 他觉得 他这一辈子 恐怕都忘不掉这个笑容了 什么叫一笑百媚声 这特么就叫一笑百媚声 就连沈红林自己都没想到 这个笑容的杀伤力有多大 这要是让其他人看到 估计会直接原地化身终极TG 舔到最后 一无所有的那种 没有人能够扛得住这样的笑容 萧尘自然也不例外 面对着这份毒属于他的笑 萧尘的心理防线迅速被突破 尤其是对方眼睛里包含的情愫 更是加快了这个速度 这颗摧枯拉朽的东风快递 最后 却忽然停在了一扇门面前 一扇名叫小红娘的门 萧尘自问 不是什么多情种子 弱水三千 他只愿取其一瓢 所以 有小红娘在前 他还是及时踩住了刹车 哪怕 他对小红娘的感情 是建立在网络这种 虚无缥缈的东西上 但一想起那些 各日日夜夜的陪伴 萧尘就不允许自己乱想 他默念剑谱绝学 然后硬生生收回了目光 嗯 关心什么的 你下次再做饭给我吃就好了 萧尘丢下一句话后 就起身离开了会议室 他准备去楼下缩一口螺蛳粉 只有这种强烈的美味 才能压下他此刻心头的悸动 好那下次 我给你做我的拿手好菜 沈红林此时 还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他朝着萧尘的背影 喊了一句 然后就心情愉悦递上了楼 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就得先抓住他的胃 看来得好好学学做菜了 对于现在的沈红林来说 拿下萧尘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暴露身份什么的 还是等萧尘喜欢上 总裁这个人设再说吧 到时候应该就不是惊吓 而是惊喜了 几分钟之后 萧尘来到楼下的十年螺蛳粉店 老板 来一碗螺蛳粉 多加汤 稍等 萧尘喊了一声 然后就无语地看着身旁的林可 我就是饿了下来吃个饭 你怎么也跟来了 我是来做市场调研的 你能不能把你嘴角的口水 擦一擦再说话 阿嘞 有吗 林可儿听话地摸了一下嘴角 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顿时就气鼓鼓地看着萧尘 林 林 萧尘忍不住笑了起来 最后 他还是给林可儿 也要了一碗螺蛳粉 对方这才作罢 对了 秦明说有事找你 让你有空联系他一下 林可儿缩了一口粉 智商重新占领高地 这才记起 还有见识没跟萧尘说 秦明 又有什么事吗 第75章 双代言 卡奥斯福 吃完螺蛳粉 稳固了一下到心后 萧尘跟林可儿 才一起回了公司 刚到会议室 萧尘就给秦明打了个电话过去 秦兄找我何事啊 实不相瞒 在下有一个不情之情 不知当说不当说 那别说了 好的 事情是这样的 秦明不是第一次跟萧尘打交道 知道对方是什么德行 所以直接无视了他的话 开始诉说事情 原来 在永结官方原定的宣传计划中 是分两个部分代言的 虚拟部 以及现实部 虚拟部用来展示他们游戏的实力 所以需要由虚拟人物来负责 也就是萧尘和小红娘 而现实的部分 就需要真人来进行代言 之前 秦明跟公司的人商量 找个一线明星来拍 他们公司也有这个实力 但是在人选上 众人就产生了分歧 有人说 请个当红女星 穿个COS服就行 至于是什么 COS服 懂得都懂 但有的人却觉得这样影响不好 要是被家长举报 游戏就没了 争论之中 秦明却提出了一个人选 萧尘 理由只有一个 那就是 帅 而帅 确实可以为所欲为 当秦明把萧尘的照片放在大屏幕上时 原本不同意的人顿时哑口无言 秦总你确定没辟图 无任何科学添加界 甚至本人比这还有气质 而亲眼见过萧尘的两个秘书 此时也坚定地站在秦明这边 萧尘 确实够帅 不仅身高上 颜值上适合 就连那内运的气质 都非常适合当这个代言人 而且 萧尘就是轻狂书生 这样甚至都免了培训的时间 会议上 秦明语气坚定 选萧尘当代言人 他并不是一时起义 而是在看到萧尘本人的一瞬间 就有了这个想法 正好人选争执不下 所以就将萧尘推了出来 那 明期怎么办呢 经过公司两久的讨论 最后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请明星代言 想要的就是 明星自带的庞大粉丝群体 这股流量 谁都不能忽视 而且手艺很可观 不仅能给游戏带来流量 就连周边也能赚取不少利益 永捷官方刚公测的时候 就请了一个明星代言 效果显而易见 所以就有人担心 萧尘没有名气 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对于这个问题 秦明也早有答案 我想诸位恐怕弄错了 这次宣传的重点 咱们的游戏 已经不需要更大的名气 而是需要推出新的版本 那么作为游戏第一人的萧尘 无疑是对咱们游戏极为了解的人 这点上 起码沟通起来毫无障碍 也能更好的 将版本新内容表达出来 非常具有代表性 其次 萧尘是代表绿洲集团 来跟我们合作的 你们还担心宣传问题吗 名气不够 那就拿钱来咋 绿洲集团什么体量 应该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秦明一番话下来 从各个角度分析利弊 其中绿洲集团的名号 起了很大一部分作用 所以 众人便纷纷同意了下来 决定邀请萧尘担任这个代言 如果萧尘同意 那么他就会直接成为永捷的双代言 到时候光代言费 就能拿到不少 于是 秦明就找到了萧尘 问他的意思 代言人 我不已经试了吗 萧尘有些奇怪 难道自己还不算代言人 你这是小代 现在想请你当的大代 就类似明星代言的那种 哦 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呀 萧尘这才记起 之前合同里有说过 这部分由永捷公司负责 他们会请一个一线明星来代言 那你现在啥意思 难道我真实身份暴露了 快醒醒 这还没到睡觉的点呢 秦明有些无语地说了一下具体情况 合着你是 把我自荐了呗 他荐荐 嗯 你让我考虑考虑 萧尘沉思片刻 并没有直接答应下来 他虽然没做过代言人 但他清楚其中的一些事情 很麻烦 不是一般的麻烦 而且还很浪费时间 所以萧尘并不想答应 他的主职工作并不是出卖色相 他可是靠才华吃饭的 那个 我可能没那么多时间 你们还是请个明星吧 萧尘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 秦明没有意外 而是继续说道 官方定制头衔 先级时装自设计一套 等等 你这是干嘛 我萧某人说不当就不当 你别来这套啊 新版本更新后 神级飞行时装比一套 你跟小红娘都有 作用是非战斗状态 在一起时移动速度提升五倍 萧尘皱了皱眉 都说了不 还会飞 我保证这套时装至少两个月 不会出现在市场上 秦明继续加大筹码 他知道 像萧尘这类玩家不缺钱 缺的是西海岸 这类玩家玩游戏图的 就是独一无二 他相信萧尘也会心动的 果然 萧尘听到官方认证后 沉默了一下 嗯 你继续 最后 还有等身一比一人物手办 以及国际设计师亲手打造的 先级时装COS服 官方认证 具有法律效益 嘶 听到这个最后的条件 萧尘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承认他心动了 这种东西 没一个玩家不会心动的 秦明不愧是狗策划 简直完美 get到了萧尘的点 而且 手办以及COS服 还都是官方认证的 这就跟你买同样的两本书 一本书上啥也没 另一本 上面有作者签名一样 后者的价值 闹一下就上来了 再加上COS服是国际设计师打造 以永洁的大手笔 起码不得个顶尖的设计师 这样一来 无疑是大大增强了服装的适用性 以及收藏价值 哪怕拿回来不穿 放在那里也养眼啊 你们可真是下血本啊 那你干不干嘛 干了 一想到小红娘可以收到 那一身红色的广袖流纤裙 萧尘直接就硬了下来 她最近春心萌动 打算跟小红娘更进一步 跨越虚拟和现实的一步 第76章 奔现准备 这么久以来 萧尘和小红娘都没暴露自己的现实身份 生怕触及到网恋的终极竞技 最终不花而散 因为在网上 大家可以肆无忌惮地撩骚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跟你开黑的好基友 是人还是狗 所以 有着网络这层屏障 人们都可以展露最真实的自己 而一旦没了网络 人与人之间就肯定会多一层隔阂 相貌 身份 家庭背景 对方在现实中的一切 都是网恋奔现的重重障碍 你得鼓起勇气去面对现实中的他 一个算是全新的陌生人 所以 大部分网恋的结局 都是治愈的 之前 萧尘正是有着这层顾虑 所以才没有涉及到现实 沈红林也是有着同样的想法 两人在这件事上 都保持着极为的理智 但是 萧尘却不想这么继续下去了 她准备跟小红娘坦诚相见 只要代言完这一次 对方应该就能知道她是谁 到时候自己的样子 小红娘肯定也已经知晓 那本着公平原则 她也得知道小红娘长什么样吧 那么这样一来 网恋见光死的准则就被打破 而且 萧尘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不管小红娘长相如何 性格如何 家境如何 她都想跟对方 在在现实里 续上一段缘 哪怕做朋友也好 并不是每一段网恋 都是奔着谈恋爱去的 他们互相带给对方的 更多的是一种陪伴 所以 萧尘在心中 默默做了一个决定 只要等这次代言活动过去 那套广袖流先群到手之后 她就给小红娘亲自送去 到时候 她打算给对方一个惊喜 想来小红娘 应该会很高兴的吧 打定主意后 萧尘便打算亲自去帝都一趟 你什么时候有空 她想去秦明那里 跟她线下好好聊一聊 你要来帝都 嗯 算了 你就不用过来了 秦明示意萧尘先别急 她看了一眼行程表后 才继续说道 我下周正好要去摩多 到时候 我直接过去找你 不然 你还得白跑一趟 萧尘点点头 嗯 这样也行 那我就恭候大家了 这次非得吃到你做的饭不可 哈哈 放心吧 管够 父亲 有什么事吗 红林啊 你林伯伯今晚要来家里 你要不回来一趟 另一边 沈红林接到了父亲沈林的电话 让他晚上过去一趟 沈红林沉思片刻 并没有答应 我这边有些忙 如果不是 很重要的事情 我就不去了 他需要留在公司看着 万一需要小红娘的时候 他还能及时上线 永结官方虽然说已经完事 但难免会有意外发生 沈红林所考虑的 就是这些突发情况 如果是平常 沈林可能就不会再说了 可是这次的事情有些重要 是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问题 要起风了啊 听到沈林的话后 沈红林眼神一宁 看来这次确实是大事 不然自己这位早就开始享受生活的父亲 也不会这么来形容了 权衡利弊之后 沈红林只好答应了下来 行 那我今晚就回去一趟吧 嗯 沈林没有意外 这种大事上面 沈红林向来分得轻重 嗯了一声后 他便挂断了电话 让人开始准备晚膳 而办公室的沈红林 左思右想 还是给萧陈发了条消息过去 狐妖小红娘 相公 我晚上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狐妖小红娘 如果有什么急事的话 你给我留言就好 狐妖小红娘 我看到的话会第一时间跟你说的 狐妖小红娘 不好意思了 人 看到小红娘发来的消息 萧陈宠密的笑了笑 她这个CP 总是这么温柔 明明只是一个游戏 却比她还认真 萧陈打字回复 放心吧 永杰那边有什么事的话 我会搞定的 你只管去 剩下的交给我就好 我爱你又相公 I L 沈红林开心地关上了手机 然后拉着刚回来的林可 就要下楼 可儿本小姐今天高兴 带你去吃螺蛳粉吧 好 听到吃 林可带毛瞬间嗨起 然后才后知后觉得注意到 沈红林要吃什么 罗 螺蛳粉 沈红林点点头 是啊 今天听你们说起 忽然有些想吃了呢 走吧走吧 说完后 她便当先套了外套往外走去 出发了 管保 可是 但她的背后 林可却伸了伸手 头顶的带毛开始颤抖 螺蛳粉 那不是自己 刚才吃的东西吗 现在还要去 但她已经完全吃不下了呀 刚才林可可是逮着螺蛳粉 缩了整整两大碗的 当然 最后是萧纯结的账 十几分钟 完全消化不了刚才吃的呀 林可感觉到了 自己的胃隐隐作痛 但还是跟了上去 大不了光要一份螺蛳好了 沈总等等我 真的是 第一次见你吃饭不积极呢 哈哈 难免有那么几天不在状态吗 下班之后 萧纯并没有开车回家 而是叫了个滴滴 因为两辆车 都被送去保养了 这是林可告诉他的 那辆麦巴赫 对沈红林的意义 还有需要定期保养 所以 萧陈就将麦巴赫送去了保养 至于他自己的车 也当做赠品一样 被拖走保养了 接到乘客 尾号 XXXX 您好 滴滴司机为您服务 您好 上了车后 萧陈一眼 就被架在驾驶位 左上角的手机给吸引 您这是 在直播 司机是个爽朗的大叔 大叔好爽一笑 哈哈 小伙子有眼力 不过你放心 不会让你出镜的 说完后 他便偏头朝镜头挥了挥手 很好 观众朋友们 这次中奖了 乘客是一位非常帅气的帅哥哦 可惜你们看不到 哈哈哈 手机的屏幕上 被大叔的一句话 给说得弹幕狂飙 吃毒食 吃毒食 第77章 网恋奔现 呃 大叔你这样不会犯法吗 萧陈见大叔 边直播边开滴滴 有些疑惑的问道 啊 不会的 咱可是有特权的人 等红绿灯的时候 大叔朝萧陈比了个大拇指 牙齿亮的黄眼 接下来 萧陈也没有继续打扰这个大叔 反而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偶尔跟弹幕的互动 也都是幽默有趣 惹得弹幕狂飙 直播嘛 萧陈心底一笑 他当初也考虑过 做直播这个行业 毫不自夸地说 光他这张脸往那一放 完全就是等着收礼物的那种 哪怕不用颜值吃饭 他也能去游戏区 萧陈的反应力和操作 都属于顶尖职业的层次 不说别的 光永杰一个游戏 凭萧陈的水平 当个技术主播 绰绰有余了 也曾有各大直播平台 向他抛来橄榄枝 希望他能来自己的平台直播 但最终都被萧陈拒绝了 因为不管是哪家 直播的合同都非常严厉 每月的直播时长 以及房间流水等 都大大的限制了萧陈的自由度 所以在考虑了一下后 萧陈就放弃了这个自由的职业 感谢绑一大哥送的礼物熬 大家给绑一大哥点点举报 就在萧陈沉思的时候 有人给大叔刷了一堆礼物 大叔反手就让谁又给他点举报 这一波操作 属实让萧陈大跌眼镜 而且大叔还在不停地说着 你说你刷这些干什么 又去不出来 大家帮绑一大哥点点举报啊 萧陈小心翼翼地问道 大叔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哦 我以前抓小偷的 萧陈抹了把汗 点头 吓了吓了 嗯 很好 回到家后 萧陈的父母已经回来了 萧陈 快过来喝汤 素萧萧知道 这几天萧陈有些忙 所以每天晚上都会给他熬汤喝 萧陈回来晚的时候 一般都能在包锅里 发现保温的汤 不仅味道极好 而且还能补充能量 让萧陈一天的疲劳 都能一扫而空 咕噜咕噜 两口姜汤喝完后 萧陈朝着母亲 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报告母上大人 儿臣喝完了 嗯 那退下吧 苏萧萧微微昂首 腻了萧陈一眼 等等 过来 萧陈听话地凑了过去 然后苏萧萧就抬手 将他嘴角的残留给试去 嗯 这下可以了 一旁的萧红见到这一幕 有些吃醋地说道 老婆 我也想喝 叫我女王大人 好的老婆 没问题老婆 那我的汤呢 待会给你做还不行吗 女王大人万岁 闻着空气中的酸味 萧陈将头凑了过来 爸 要不以后咱俩搁论搁荡 嘿 你个小兔崽子 萧红扭头 伸手屈指 朝着萧陈 就是一个暴力 咚 快给你丢我做饭去 怠慢了女王大人 网线都给你拔了 得嘞 吃完饭后 萧陈没急着回房间 而是先帮着收拾完餐桌 完试了 就拉着父母坐在沙发上 我过几天 可能要出去一趟 去帝都拍个广告 听到儿子要拍广告 苏小小一脸惊喜 儿子 你终于要出道了吗 很抱歉 让您失望了 只是给游戏做个代言而已 七 我还以为你终于觉醒了呢 瞬间 苏小小兴致全无 她还以为自己 要多个明星儿子呢 到时候 家里的服装店 就用不着她代言了 反倒是萧红若有所思地问道 代言 永结那个 嗯 没错 萧红点点头 现在 绿洲和先锋的宣传部 已经开始了宣传 许多游戏的广告 已经登上了各大商场的屏幕 尤其是身为本部的魔都和帝都 广告更是随处可见 所以 自己父亲知道 也挺合理的 接着 萧红就将自己成为双代言的是说了一遍 你是说 大屏幕上那个 是你的角色 这下 苏小小又坐不住了 我说 咋看着这么眼熟呢 你是不是把游戏角色 捏成你自己了 嗯 怎么样 你儿子手艺不错吧 苏小小去话题一转 这么一来 那个女角色就是你 CP咯 萧红瞬间雨夜 明明是聊她 怎么又扯到女角色上了 不过她想了一下 还是点头承认 没错 她就是我CP 叫狐妖小红娘 呦 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CP啊 直到如今 苏小小才相信 自家儿子 确实有女朋友 是吗 我看看 萧红没注意到 还有个女角色 立马打开手机 随便搜了一下 关于永杰的广告 就谈了出来 果然是一个男角色 一个女角色 白配红的衣裳 同样出众的相貌 让两者看起来极为般配 就算不玩这个游戏 都能一眼看出 这是对CP 你俩笨线了 萧红看看广告 又看看儿子 作为时尚前端的男人 她自然知道 网恋的那些事 所以她并不反对儿子网恋 当然 奔献除外 还没有 萧红想了想 还是没有说出 自己打算奔献的事 毕竟这种事说不准 还是等见了面 以后再说也不迟 嗯 网恋奔献需谨慎啊 萧红没有多说 她这个儿子 比她有分寸多了 就是旁边的苏小小 表情有些腻歪 她儿子竟然 真的有女朋友了 虽说网恋没有好结果 但终究是有了一个 那沈红林怎么办 苏小小心里想着 她还是很看好 儿子跟沈红林的 沈红林这丫头 不仅长得好看 性格也与自己投缘 背景就更不用说了 再加上对方 很明显对萧辰有意思 所以她还是很满意的 只不过 既然萧辰有了一个 那她也不便再提 萧辰也不想 在这个话题上继续 说了句 自己多短时间 可能会出差后 就上了楼 留在客厅的萧红夫妇 对视一眼 均有些无奈 苏小小又看了眼 广告里那个女角色 忽然说道 老公 我怎么感觉 这个角色跟红林挺像呢 第七十八章 我的建议是 可儿 你先回去吧 我待会要回家一趟 吃完螺丝粉后 沈红林跟林可儿道别 至于哪个家 不用沈红林说 林可儿也知道 可是今天还没到周五吧 她捧着一杯热果汁 皱了皱眉 作为沈红林的贴身秘书 她是知道 沈红林每周五才会回家的 其余的时间 一般都不会去 除非 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念及至此 林可儿便宛如龙溪水一般 两口将果汁给吸完 然后有些担忧地 看向沈红林 需要我跟您一起去吗 有什么事的话 我也能帮忙 沈红林犹豫了一下 接着轻轻点点头 也好 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 就跟我回去吧 自己父亲说个人是林家那位 以那位的性子 去哪都会带个秘书 那自己把林可儿带上 也是合情合理的 时间不早了 咱们直接走吧 于是 沈红林便带着林可儿 随便开了一辆跑车 就往沈林那边赶去 路上有些赌 花费了一些时间才到达 小姐 您回来了 老爷已经在等您了 嗯 在管家的带领下 沈红林和林可儿 穿过巨大的庄园 往房间走去 路过那座喷泉时 林可儿忍不住瞥了几眼 他不是第一次来这里 但每次来 都会觉得 这里大得不可思议 简直跟一座城中花园似的 果然 有钱人的快乐 普通人根本想象不到 林可儿心中感叹一声 随后 就紧紧跟在沈红林后边 视线同样盯着那道歉影 不再一开 他不喜欢大 他只想追随沈红林的脚步 一直陪伴着对方 来到客厅后 沈红林发现 除了两道威严的身影 还有一个熟悉的人坐在那里 林真 他怎么来了 带着些许疑惑 沈红林走上前 爸 然后又看向沈红林旁边的一个中年人 林伯伯好 哎红林啊 好久不见 中年人爽朗一笑 他便是林真的父亲 林云 取自林云之至 跟沈灵一直板着脸不同 林云看起来就容易相处 亲和力很高 他招呼着沈红林赶紧坐下 泽泽 老沈啊 你将公司交给红林的决定 还真是没错 看着出落的愈发 停停愈力的沈红林 林云忍不住感叹道 当初沈灵退位 他作为老朋友 本来是反对的 因为当时的沈红林略显稚嫩 林云担心对方把控不好集团 但沈灵最后 依旧将公司传给了沈红林 而事实证明 沈红林没让沈灵失望 短短几年 他就将公司市值翻了好几番 其战略目光之狠辣 目标之精准 在国际上都赫赫有名 通常在别人还没出手时 沈红林就能先一步抢占先机 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也让作为商业合作伙伴的林云 对沈红林刮目相看 绿洲集团在沈红林的手中 也成长得愈发庞大 听林云夸女儿 沈灵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 他最大的成功不是 创造了绿洲集团 而是培养出了沈红林 这个优秀的女儿 他以沈红林为骄傲 一旁的林真看向沈红林 点头示意了一下 沈红林也朝他点了点头 至于林可儿 则笔直地站在沈红林身后 像极了保护公主的骑士 哪怕这个骑士有些较小 但也让林真多看了两眼 好了 红林啊 这次叫你来 是有点是想跟你说 寒暄了几句后 沈灵和林云对视一眼 进入了正题 嗯 您说 沈红林眼神一宁 认真起来 我前几天出了趟门 去参加了一次会议 你看一下内容 紧接着 沈灵拿出一个平板 上面详细记录着会议的要点 好 稍等 沈红林接过来 然后浏览了一番 是关于国内风向标 以及今后行业侧重点的问题 简单来说 就是起风了 那种站在风口 就算是猪 都能上天的风 这种机会 但凡有点想法的人都不会错过 沈红林一直看到中间 才看到了两个大字 电竞 这让他心中猛的一惊 难道上头 要对国内游戏行业开刀了 但他们家并没有涉及到游戏领域啊 沈红林抬头看了父亲一眼 沈灵却示意他继续看下去 他耐着性子 继续往后翻 看到最后 沈红林才明白了一切 这是要扶持电竞行业啊 随着互联网的光速发展 无数行业也应运而生 新媒体 自媒体 直播等等 直到今日牵扯到的利益不计其数 所以上头的人也开始重视起来 尤其是电竞行业 像那种世界级的电竞比赛 带来的影响力也愈发庞大 这对许多人来说 都是一个机会 而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地产大亨 沈红林自然也不会错过这次机会 伤人逐利 他只是退位 并没有退休 所以他便行动了 直接联合了另一位巨拨 林云 想要进场试探 林云 食品制造业的大佬 负责国内大部分食品进口出口贸易 他跟沈灵一个管着吃 一个管着住 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 这次特意合作 可想而知 这股峰有多大了 沈红林看完资料后 也没说话 而是等待着他们解释 找自己来的原因 见女儿看完 沈灵主动说道 这次找你来 是有一份名单 想让你看看 究竟哪个会比较有竞争力 如果说沈红林是他的骄傲 那他最骄傲的地方 无疑就是沈红林的那双慧眼 这次叫沈红林过来 也是想问问对方的意见 沈红林接过名单 扫了两眼后 就发现 这都是当下极为热门的游戏 不仅有市场 发展潜力都很大 忽然 他的眼神在一款游戏上面定格 永结 这个国风仙侠 MMORPG游戏 也是他现在玩的一款游戏 我的建议第79章 也就天榜第一吧 我的建议是这几款 沈红林指了指其中的三款游戏 然后抬头朝几人说道 这几款游戏 不论是现在的市场占比 还是发展前景 都非常优秀 可以作为备用选项 可儿 他看了一眼身旁的林可儿 林可儿立马会议 直接拿出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 示意众人稍等片刻后 便开始在键盘上飞速操作 仅仅五分钟之后 林可儿便将笔记本电脑翻转 一张柱状图 以及许多对比鲜明的数据展现在屏幕上 让众人看得非常清楚 这是沈总刚才所说的三款游戏 以及他们近年来的大致数据 我将数据归类总结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看 说完后 林可儿紧绷的身躯才微微放松 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就收集到了这么多数据 沈灵看着屏幕 面露感叹 就连一旁的林云 都赞赏地看了一眼林可儿 这丫头看着小 却意外地能干 虽然只是粗略地扫了一眼数据 但其中搜集的难度 林云还是看得出来的 就算让专业的数据失来 恐怕也未必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做出来 还有沈红灵 林云又看了一眼沈红灵 对方只扫了一眼游戏列表 就能从中选了三款出来 凭她的眼光 绝不是无敌方式 显然对自己极为自信的人 才能这般果断 让林云最佩服的是 沈红灵不到十秒钟 选出来的三款游戏 跟她事先详细调查的结果 一模一样 这三款游戏 就是现在最火 最具有市场的游戏 这份眼光让林云赞叹不已 果然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优秀的人身边同样是优秀的 林云看了一眼林真 看来以后得让儿子 多跟沈红灵来往才行 而林真此时 却饶有兴致地 看着排在第一的那款游戏 永结吗 这就是萧辰推给我的那款游戏 有趣 看来可以试一试 其他人并不知道 林真在想什么 被两位大佬夸奖后 林可不卑不亢地点了点头 哪里 都是沈总交得好 私底下 沈红灵悄悄朝林可比了个赞 林可也俏皮地朝他眨了眨眼 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跟在沈红灵身边这么多年 两人最不缺的 就是默契了 一个眼神 林可便能知道 沈红灵想要什么 像刚才那种情况 简直不要太多 嘿 你这小丫头 还挺谦虚 沈灵微微笑了笑 对林可很是满意 她女儿不仅在商业上眼光独到 就连看人 都一看一个准 这个小秘书也算是很罕见的人才了 接下来 沈灵跟凌云讨论了一番 决定对这三款游戏的接触 同步来进行 不能只盯着第一来搞 广撒网才是王道 林真 这个帝国就交给你了 正好本不在咱们那边 好的父亲 林真点点头 硬了下来 而沈灵也将另外两个游戏 安排给了沈红灵 让他安排人去了解一番 沈红灵犹豫了一下后 说道 永杰 我这边已经派人接触了 并且已经初步建立了联系 我想 可以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跟对方达成战略合作 他想的很简单 既然公司将目标定在了永杰上面 那么对萧辰来说 这无疑是一次机会 他完全可以凭借着代言的先手 成为两者间的沟通桥梁 一旦这次合作成功 那么萧辰必然能够得到自己父亲的认可 到时候 就算自己跟萧辰在一起 那他的父亲也不会阻拦了 听到女儿说的话 沈灵眼睛一亮 那正好 永杰这边 红林你全权负责好了 至于剩下那个 我让其他人来做吧 务必做到持续跟进 这次的机会 对咱们公司很重要 是 沈红林答应了下来 众人又聊了一回后 管家进来通知晚餐准备好了 于是 几人就坐在一起吃了个饭 沈红林没吃太多 吃了两口后 就带着林可出去溜达 林真也在父亲的事意下跟了上去 沈姑娘 三人来到院子的亭子里坐下 林真率先开头问道 不知道小陈子最近在干什么呢 小陈子 沈红林反应过来 林真是在问萧辰 但很奇怪 她为什么叫得这么亲密 你们俩不是只见过一次面吗 怎么关系就这么好了 林真拿出手机摇了摇 有个东西 叫线上聊天哦 她虽然只跟萧辰见过一次面 但是互相添加了联系方式 在网上聊得很投机 甚至有些时候 林真还会向萧辰请教一些问题 一来二去之下 两人也就成了朋友 只不过最近萧辰有些忙 没空跟林真聊人声聊理想 所以她才会跟沈红林问萧辰的事 沈红林到了个乌龙 脸微微一红 但天色太暗 另外两人倒也没有看见 她轻轻咳了咳 然后才说出了萧辰的近况 她最近在忙业务 是吗 以她的性格还会这么忙 林真沉思了片刻 随即开口问道 不会是关于永结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 沈红林有些诧异 看了林真一眼 林真没有解释 而是耸了耸肩 我猜的呀 其实她是通过跟萧辰的对话 推理出来的 但解释起来太麻烦 所以就没有解释 在怕麻烦这一点上 她跟萧辰可谓是臭味相投 既然对方没有解释 沈红林也没有再问 接着 林真又开始问沈红林 一些关于永结的事情 听她说是萧辰推荐给她的 沈红林这才来了一些聊天的兴致 开始慢慢给林真讲解 永结是一款国风仙侠类游戏 聊着聊着 林真对永结产生了一些兴趣 她敏锐地察觉到 永结潜力巨大 准备回去以后 好好让萧辰代代自己 只有深入其中 才能体会其中的奥秘 对了 萧辰玩这游戏厉害吗 天榜第一吧 也就那样 第八十章 此子日后必成大气 第二天天气晴朗 萧辰开着保养好的麦巴赫 来到沈红林家门口 接到了睡眼稀疏的两女 早啊 红林 丫头 啊 早 沈红林有气无力地回答了一下 林可儿更是一上车就头一片 呼呼睡了起来 萧辰看他们困成这样 笑了起来 你俩昨晚挖没去了 这一大一小两个熊猫眼 看着还挺喜感的 哪有 昨啊 沈红林坐在副驾驶 说着说着 就打了个长长的哈欠 昨晚有点事而已 昨天在父亲家吃完饭 沈红林就带着林可儿 回了自己的小窝 然后整理了一晚上资料 四点多才睡 我先睡会哈 到了你叫我 说完后 沈红林也跟着一片头 不到片刻 他就眼角带着些许泪珠的睡着了 怀里还揣着非红色的暖手宝 得 又该我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萧辰无奈地耸了耸肩 将车子发动 一路毫无颠簸地 开到了公司楼下 醒醒 到了 虽有心怜香惜玉 但奈何时间不允许 看着熟睡的两女 萧辰还是一一将他们叫醒 随后 将自己在路边买的早餐 递给了他们 诺 看你们的样子 应该没吃饭吧 吃东西垫垫 应该会精神一些 被叫醒的沈红林和林可儿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 嘴里就被塞满了 嗯 沈红林咬了一口包子 龙玉的肉香让他精神一震 眼神也微微清醒了一些 谢谢 而坐在后排的林可儿 虽然还是闭着眼 但此时已经在吃第二个包子了 甚至还会抽空 吸溜上一口唇香的豆浆 然后小脸上露出满足的表情 看得萧辰一阵佩服 好家伙 这是睡着就把饭吃了 吃饭大于睡觉 果然是吃货本货呀 见他们吃得有些快 萧辰贴心地递上了两张纸巾 然后说道 别急 时间还是有的 慢慢吃 得益于萧辰老司机的本领 他的车速又快又稳 所以 一顿早餐的时间 他还是给两女腾出来了 格 林可儿率先宣告战斗结束 整个人也重新恢复了 元气满满的状态 今天也是美好的一天呢 同时 沈红林也将最后一口包子咽下 接着拿出纸巾 动作优雅地擦了擦嘴角 走吧 该上楼了 随后 他便一聊黑长直 当先下了车 嘎嘎够 林可儿紧随其后 看样子 两人是睡够了 这让萧辰暗自佩服他们的睡眠质量 结果 等萧辰来到办公室之后 沈红林也跟着走了进来 沈总 你不上楼吗 嗯 先不上 借你的休息室一用 中午还你 沈红林面色不变地 走进萧辰专属的休息室 他打算在里面好好补个觉 没办法 谁让萧辰将休息室装修得这么舒服呢 那你不工作了 没事 我昨晚已经都安排好了 再说还有可儿 放心了 说完后 沈红林无视了萧辰怪异的目光 直接将休息室的门给关上 留下门外的萧辰独自无语 他这休息室刚弄好 自己都没体验过呢 结果就被沈红林拿走了第一次 不行 我也得拿个第一次回来才行 萧辰看着紧闭的门嘟囔了一句 沈红林最近行事越来越大胆 他都有点看不懂沈红林要干嘛了 没有多想 萧辰又看了一眼休息室后 就回到了自己公位 也就是休息室旁边的位置上 开始忙了起来 答应了秦明的事情 得用点心才行 其他的员工将刚才这一幕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只觉得自家老板 跟这位沈总的关系还真是好 想睡就睡了 不愧是沈总一手提拔上来的人 就是受重视 许多萧辰的小迷妹都暗自加油 希望自己也有朝一日 能想睡就睡 另一边 林可开始整理下午会议所需要的东西 既然老董事长已经决定了 公司未来一段时间的走势 那么沈红林就决定开一次全体会议 在会议上将这件事先说一下 而且时间就定的今天下午 本来时间不应该这么仓促的 但由于涉及到萧辰 沈红林就想让事情尽早尘埃落定 毕竟这件事可不是以前的小事 这种关乎到公司未来的大事 总有人会跳出来阻拦 到时候免不了一番扯皮 凭萧辰的资历 恐怕不足以跟那些老油条竞争 所以现在沈红林要做的 就是直接快刀斩乱麻 将事情直接敲定 事后这些人再想换人 就没那么容易了 萧辰啊萧辰 沈总为了你 可真是用心良苦 希望你不会负了他吧 林肯一边整理一边想着 他还从来没见过 沈红林对一个人这么上心过 可能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至于萧辰这个人 林肯观察至今 心中也有了一些自己的判断 萧辰的长相自然不用多说 往那里一站 只要不说话 那就是偏偏公子 说一句茂赛攀安都不为过 就是有时候说话有些讨厌 要是不长 那张嘴就完美了 性格嘛 倒是挺幽默风趣的 而且为人和善细心 很善交谈 除了对他 还有萧辰那份 不似同龄人般的成熟 都是加分项 而且从他能挡住 沈红林的魅力来看 在感情方面 也不是什么花心的人 要知道 最近沈红林可主动了不少 能在这样的沈红林面前 还能把持得住本心 可见萧辰的剑谱练得不错 当然 也不排除萧辰喜欢男的 这个可能性 但概率太小 不在林肯讨律范围之内 除此之外 萧辰带给他的感觉 就剩下神秘 萧辰真的很神秘 仿佛什么都懂一些似的 所见所闻所想 都跟他的年龄不符 这让林肯不可避免的 对萧辰产生了好奇心 想要去更加了解他 这还是他第一次 对异性产生这样的心理 当然 这绝不是因为 他想尝一尝萧辰厨艺的原因 所以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林肯对萧辰的评价是 此子日后必成大器 至于有多大 那就得看红林手有多快了 第81章 谁赞成 谁反对 等林肯一切收拾妥当后 时间已经临近中午12点 他看了眼时间 准备下楼将沈红林叫醒 此时 电梯前已经有人排上了队 当林肯来到13层后 发现萧辰这里的人 基本已经走光了 就剩萧辰一个人 守在休息室门前办公着 其他人嘞 他走过去问道 萧辰伸了伸懒腰 干完 活我就让他们去吃饭了呗 早去早回吗 林肯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然后他看向休息室 沈总还在睡吗 嗯 睡得老香了 一直没有醒 那沈总应该是睡饱了吧 也不知道这时候叫醒他 会不会有起床气 林肯站在门前 犹豫了一下后 还是轻轻敲了敲门 登登登 沈总 起床了 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从中传出 片刻后 沈红林揣着暖手宝 将门打开了 萧辰在林肯身后 瞥了他一眼 发现对方精神气饱满 一点都看不出熬夜的样子 看样子睡得很是香甜 这下萧辰对自己弄的休息室效果 心中也有了底 没把我里面弄乱吧 随后 萧辰的视线越过沈红林 往休息室里面看去 沈红林白了他一眼 自己是那种邋遢的人吗 没有理他 沈红林跟着林肯往外面走去 走吧 先去吃饭 哎 沈总你不得请我吃一顿吗 萧辰厚着脸皮跟了上去 三人吃过午饭以后 稍做休息便一起上了楼 待会有个会议 萧辰你也需要参加一下 会议 萧辰抓了抓脸 是沈红林又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吗 没有多想 他也没回自己办公室 而是跟着梁女就上了楼 直接在会议室中休息了片刻 一点半左右 陆续有人走进了会议室 哇 怎么都是大佬呢 萧辰看着这些人 心中暗惊 来的人都是各部门的负责人 甚至还有几位股东在场 这让萧辰察觉到了 这次会议的不一般 顿时就正经危坐 这时 财务部的负责人刘贤笑着走了过来 萧总 最近工作顺利吗 嗯 还好还好 伸手不打笑脸人 更何况对方还是公司重要部门的领导 所以 萧辰也乐得跟对方闲聊几句 渐渐的 又有几个人走了过来 加入了客套的行列当中 他们都对这个沈红林看中的男人 很是好奇 但平时萧辰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 众人找不到机会接触 趁这次机会 倒也能了解一下 而萧辰本身就善于交谈 众人一时间聊得很是开心 一直到沈红林的出现 他们才散开 各回各位 人都到齐了吧 到齐了 实在到不了的 已经开启了远程会议 好 沈红林没有啰嗦 见人到齐后 就开始讲述 接下来一段时间内 公司的发展倾向 未来一段时间 公司会将资源倾向于广告宣传部分 这部分依旧由萧辰来负责 稍后我也会指派几个人 去协助萧辰 在与永结公司的合作上 万不能出现半点差错 沈红林没有将风向的事情说出来 因为这是只在小圈子范围内流传的消息 就算这次会议参与者 都是公司的重要人员 但沈红林也保不准 其中就有内鬼 所以 他只是说了 公司未来的资源倾向 并没有说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又是这小子 然而 能走到这一步的人 没有一个傻的 有的人眼睛一眯 觉得这件事 没有那么简单 一次也就算了 竟然还了两次 沈红林就算再看好萧辰 也不至于这么培养他吧 绝对有什么事情 是他们不知道的 暗地里 有几个人拿出手机 编辑了几条消息发了出去 让手下查查 最近到底出了什么事 才能让沈红林 这么大动干戈 这些人的小动作 沈红林看在眼里 却不动声色 让他们查 反正最后也查不到什么东西 毕竟能知道这个消息的人 基本都是各个顶尖集团的巨头 这些人一个个惊得跟猴一样 怎么可能让消息 就这么简单的透露出来 闷声发大财 才是这些人信奉的伤道 反倒是萧辰身处漩涡中心 一脸猛逼 怎么又提他 自己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心中有祸 但他并没有说话 而是默默地坐在那里 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看样子 对自己是个好事 毕竟有人要来辅助自己了 那他岂不是 离木于打游戏的日子 更进了一步 萧辰看了沈红林一眼 对方面无表情 索性他也就没太在意 反正沈红林 应该不会害他 其他人小声议论一番后 都没有太大对反应 反正沈红林独断专行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这次应该算是 对萧辰的又一次培养吧 渐渐地 会议室里便重新安静了下来 见无人说话 沈红林便开口问道 大家对这件事 还有什么意见吗 虽然问的是所有人 但他的目光 却盯着副首位的几人 也就是刚才发消息的人 这几人才是关键 要是阻拦的话 自己开这次会议的真实目的 可能就有些困难了 这几人互相看了看 现在情报不明 公然反对沈红林有些不合适 所以他们均摇了摇头 表示没有意见 等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再提意见也不迟 至此 沈红林的目的便算是成功达成 他心底一笑 表情却依旧严肃 好 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接下来要说的是 是关于会议继续者 但沈红林却放松了下来 只要萧辰的事通过了 那其他的事都是次要的而已 至于会议剩下的内容 就跟萧辰彻底无关了 以至于他坐在角落里 没心没肺地打了个哈欠 然后他就被林可戳了戳 萧辰 听说你做的饭不错 做个我尝尝呗 好 你在想屁吃 第82章 这俩丫头都挺好 哎呀 就尝尝嘛 又不是让你一直做 你是不是饿了 我给你点外卖吧 小气鬼 林可对萧辰做的饭 一直很眼馋 所以 这次逮到机会 就一直缠着他 想要尝一尝 究竟有多好吃 但萧辰就是不同意 上次你不是吃过了吗 那次是盒饭 又不是专门的菜 肯定体现不出你的水平啊 求求了 角落里 林可拽着萧辰的衣服 做可怜状 可以说是为了吃的 其他什么也不顾了 萧辰看着他一副小猫起食的样子 心里无奈地叹了口气 最后 他念在林可最近帮了自己挺多忙 还是勉强同意了下来 我做什么你就吃什么 懂 嗯嗯 我不挑食 见萧辰答应 林可抹了把嘴角 脸上很是兴奋 终于 终于能尝到 被小红红所承认的美食了 对一名吃货来说 不断地去品尝更多的美食 简直是不要太幸福 嘿嘿 一想到能吃到好吃的 林可的表情 就有些得意忘形 然后 就因为动作太大 被沈红林给看到了 他眼睛一眯 可儿 接下来的方案你来讲解吧 沈红林的话 让林可儿脸色一僵 嗯 好的沈总 知道自己暴露后 他只能保持着礼貌的微笑走上前 开始接过沈红林的话查 讲解方案 而沈红林则来到萧辰身边 表面上一副认真听的样子 暗地里已经偷偷在问萧辰 刚才是什么情况 于是 萧辰果断将林可儿出卖 你家秘书想吃我做的饭 我念在他 最近没有功劳也有苦了 所以就答应他了 就这 就这 听到萧辰的回答 沈红林悄悄松了口气 随即又像是想到了什么 趁机低声说道 既然如此 那晚上我跟可儿去你家里做做呗 正好我也想阿姨了 那 行吧 不过待会 你要早点下班 让可儿去买菜去 萧辰想了想 这样也好 去家里吃的话 倒是省了自己带饭的功夫 于是就同意了下来 当然 肯定不是白吃的 买菜的任务 他就将其交给沈红林 和林可儿两个吃货了 嘻嘻 又能吃到向公做的饭咯 沈红林心中一喜 然后不动声色地 对萧辰比了得OK后 就没再说话了 等会议结束的时候 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五点多左右 一个会开来的四个多小时 不可畏不长 完事散场 萧辰就准备先回自己办公室一趟 结果他就被沈红林给拦下了 你去哪儿 回办公室啊 还有事吗 没有 我就回去看看 那不用回去了 你已经下班了 老板就可以这么任性吗 我喜欢 于是 等林可儿收拾了一下东西后 三人便直接下了楼 依旧是老司机萧辰开车 路上 林可儿听到要去萧辰家做客 顿时激动起来 那岂不是意味着 能吃到更多的好吃的了 喂喂喂 适可而止啊 我家可不是自住餐厅 没事没事 我胃口小 吃得不多的 林可儿胃口小 萧辰是一脸的不幸 也不知道 谁昨天吃了两大碗螺丝粉来着 两大碗 螺丝粉 嗨嗨 往事休要再提 不一会 萧辰就将车开到了菜市场门口 好了 买菜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菜前就当我的辛苦费 可以吧 稳稳大 林可儿干净满满地举了举拳头 然后一头就钻进了人头攒动的菜市场 沈洪林和萧辰见他这么着急 对事一眼后 也跟了上去 等再次返回停车处时 每个人手上都提着两袋食材 太多了吧 看着满满一后备箱的东西 萧辰有些犹豫 要不要回去退一些 没事 多的放冰箱里 以后吃呗 沈洪林不在意地扣上了后备箱 萧辰站在原地想了想 觉得有些道理 自己下厨一次 换一堆食材 虽然有些亏 但也不至于血亏 于是 他就没再纠结 开着正式沦为买菜车的麦巴赫 往家里驶去 一回家 萧辰便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始做饭 本来他今晚是想少做一些的 但碍于食材太多 只好把不易于保存的今晚都做了 其他的倒是可以先放一放 我来帮你 我也来我也来 一个小时之后 萧红夫妇下班回来 打开门的一瞬间 就被屋里的香气 给弄得肚子咕咕叫 好香 儿子今天回来得这么早吗 苏小小深深吸了一口气 喊道 结果萧辰没出现 林可儿却从厨房探出了头 他带着灿烂的笑容 跟两人问好 叔叔阿姨好 我叫林可儿 是红林的秘书 萧哥现在的助理 没吃的叫萧辰 有吃的就叫萧哥了 正在做饭的萧辰听到后 不懈地撇了撇嘴 这丫头还真是现实啊 不过 他倒没有阻止林可儿出去 以对方冒腾的劲儿 想来应该会和自己父母 出得很和睦吧 果然 等萧辰跟沈红林端着菜出去之后 苏小小已经跟林可儿凑在一块 开心地聊着什么 沈红林走过去 歉意地笑了笑 叔叔阿姨 不好意思 又来打搅你们了 没事没事 来了好 家里好久没这么热闹了 苏小小笑得很是开心 萧辰身边又多了个美女 好是啊 那这不就意味着 他儿子选择的可能又多了一个 虽然林可儿这丫头看起来小 但胜在性格活泼 容易带动气氛 如果萧辰身边有这样一个女人 生活倒也不会无趣 就在这时 林可儿填着脸抱住了苏小小的胳膊 撒娇道 那阿姨 我以后每天来可不可以啊 她刚才提前试吃了一下萧辰做的菜 简直不要太好吃 所以为了能经常吃到如此美食 林可儿直接发动了卖门攻势 结果还没奏效 就被沈红林黑着脸 拽着耳朵拉走了 啊 疼疼疼 偷懒 快去帮忙端菜了 她都没敢提经常来 可儿倒是先下手了 第83章 大结局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萧辰格外的忙碌 从京城拍完广告回来以后 就跟永结官方达成了进一步的合作 而由萧辰代言的广告 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绿洲集团也凭借着萧辰作为中间人 正式与永结官方达成战略协议 成为国内第一个吃蛋糕的集团 又往前迈了一大步 就连老董市长也亲自出面夸奖萧辰 这前无古人的待遇 让整个公司上下震惊 来年三月份 萧辰才总算闲了下来 她坐在专属于自己的办公室内 无奈地看着对面这个女人 我说红林 我知道你体恤下属 但也没必要每天都跑我这里来吧 自从萧辰从京城出差回来 沈红林就一天到晚往萧辰这里跑 不仅要在她这里办公 还偶尔聊一聊萧辰 那愈发明显的情愫 属实让萧辰欲罢不能 而且沈红林日渐暴露的真实性格 也让萧辰觉得对方越来越像小红娘 活泼 傲娇 这让萧辰差点破防 只好出演几对沈红林 希望对方悬崖勒马 但沈红林怎么可能会放弃 依旧屈腿窝在沙发里 不肯动地方 直到有一天 永结官方答应萧辰的衣服到了 于是萧辰就找到沈红林 想让对方劈个假条 她要奔现去了 没想到沈红林不仅没同意 而且还将萧辰一把按在了办公桌上 闻着自家总裁异常好闻的体香 萧辰的心有点颤动 然后 沈红林便表白了 萧辰 我喜欢你 做男朋友吧 近在咫尺的双眸里 满是柔情与喜爱 差点就让萧辰当场脚械 但心底一张翘脸雾的闪出 小红娘 萧辰的眼神开始坚定 对不起红林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她想快刀斩乱麻 谁知沈红林眼睛更加温柔 你是说那个网恋女友吗 没事 她不介意的 你怎么知道她不介意 因为我就是你的小红娘啊 沈红林就是小红娘 听到这个消息 萧辰当场当机 随后 沈红林怕萧辰不信 就拉着她登上自己的账号 然后给她证明自己的身份 萧辰依旧猛逼沈红林健壮 咬咬牙将独属于两人深夜老司机内容 也说了出来 萧辰这才相信 她看向沈红林对方满脸通红 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 眼神中带着忐忑 期待 害怕 沈红林继续解释 我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 就是怕你不喜欢我真实的身份 所以才 她慌乱的样子 像头被惊到的小鹿 萧辰原本还有些生气 因为对方骗了自己 但随着沈红林的解释 她的那些担忧和害怕 跟萧辰之前面对小红娘时 不敢奔现的理由一模一样 于是 萧辰便释然了 接着 就是满心的惊喜 其实 我也曾希望 你就是小红娘啊 她伸出手 扶了扶沈红林的秀法 你不生气吗 感受着头顶的温暖 沈红林不再颤抖 我为什么要生气呢 我的红娘大人 坦白身份后 两人便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他们依偎在沙发上 感受着彼此最真实的触感 诉说着自己的心声 其实 我早就怀疑 你是小红娘了 那已经不重要了 不是吗 也是 对了 永杰奖励了我一套广秀流线群 你要不要试试 也不知道合不合身 当然合身 毕竟我的三维你都知道 嗯 但我也没见你这么大呀 那现在呢 我错了 新婚 洞房花竹叶 相公 我也有一个惊喜要给你 沈红林换上大红色的流线裙 一曲 剑舞 跨过虚拟与现实的屏障 真实地展现在了萧辰面前 真好 萧辰难难 眼神朦胧 欲加珍惜这上天赐给他 最好的缘分 相公 咱们的孩子 要取什么名字好呢 不如就叫 小萧萧吧 小 不行 啪 沈红林一把拍掉萧辰 已经按在键盘上的手 然后狠狠白了他一眼 这是永洁新推出的宝宝系统 两人听到后 就第一时间 上来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 结果萧辰起名无能 起了半天都不太行 最后 他只好无奈地 用手攀上了 沈红林柔软的腹部 哎 我还是留着点脑细胞 给咱家大宝宝起名吧 沈红林怀孕了 两个月 那你准备给咱孩子取什么名字来 啊这 双胞胎哦